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来学习西班牙语 我是你们的西域老师 我叫张帆 我的西域名字叫Olivia 一般同学们都会叫我为O姐 或者是你叫我Oli 这都可以 之后大家学习西班牙语的日子 都有我来陪大家读过 那么每一次在上课的时候 上课之前我都会问大家一些问题 大家是为什么来学习西班牙语呢 那一般同学对我的回答都是 呵呵 因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学 可能是由于兴趣 也可能是觉得好听 或者是之后有去西班牙留学的这些打算 那么接下来呢 我总是会问同学们第二个问题 那大家对西班牙语有没有过了解 你身边有没有看过 或者是听过西班牙语呢 有同学说没有 就算听到了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还不会对不对 那么呢 我再问大家第三个问题 大家对西班牙这个国家有没有了解 那到这儿呢 大家肯定就会有一些东西想要说了 比如说你会了解有一些西班牙的电影 再比如说你会了解西班牙的阳光海滩 是一个度假圣地对不对 再比如说你会了解西班牙的某一些体育运动 那么呢 我相信以下的这种说法 你肯定会表示认同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背景图片 这个背景图片是西班牙的国旗 那西班牙这个国家和他的人都犹如这个国旗的背景颜色 红黄相间 非常热情 对不对 然后你看这个国旗的颜色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性格 和他那的人的性格 那么这样热情似火的国家的语言是怎样的呢 你身边肯定会有过西班牙语 比如说就女同学而言 你肯定会见过这个牌子 特别知名对不对 它叫Sara 然后我相信你之前在学西班牙语之前 在走过这家店的时候 你念的肯定不是Sara 你念的是Sara 咱们之前已经上过语音课了对吗 那像这个Seda 这个字母Seda 在西班牙语当中你会发哪个音呢 发的是咬舌这个音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一个大舌音Sara 那现在呢我作为西班牙语老师 我每次走进这家店的时候 发现耳边充斥的都是什么 都是Zara Zara Zara 非常的难听 那之后大家再走进这家店 你可以心里再默默的纠正它 你念的是Zara 对吗 好 那除掉这个牌子 还有下一个品牌 那像这个牌子 那按照西域的发音你应该怎么读呢 它应该是Mango 对不对 那我相信就算你没有见过几个西班牙语单词 那你也知道Mango是什么意思 芒果 对不对 那像这两个品牌呢 我也是比较钟爱的 好 然后再接下来 那可能对于某一些男生来说 你是这两个球队的球迷 不能不否认的是什么 西班牙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两支足球 俱乐部 一个是黄马 还有一个是巴萨 那当然虽然他们在前一阵的世界杯当中失利了 但是并不妨碍人们对他们的喜爱 那现在班里会有这样的一些奇怪的现象 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同学 是因为某一个球队的球迷来学习西班牙语 那会有一个更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这个姑娘就会跟我这样说 老师 我必须要叫这个名字 我要起一个这样的虚名字 我会问她为什么呢 她说 因为这是我喜爱的球星的媳妇的名字 好 然后再接下来 那大家知道身边你接触过西班牙语 那么西班牙语在全球语言当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这你一定要知晓 那大家都觉得你学习的西班牙语是一个很小众的语言 人们把它称之为小语种 但是这个语种真的是小吗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PPT当中出现了五种语言 对不对 那第一个汉语 这个大家肯定没有问题 咱们已经是说了这么多年了 那下边的英语呢 你从小学或者是从中学就开始学习 那下边这一个长得像虫子一样的语言 这是什么语呢 我相信大家肯定都知道这是阿拉伯语 那我原来班里有一位神仙 然后告诉我说这居然是盟语 不对 它是阿拉伯语 那下边这一个语言呢 俄语 对不对 那最后一个法语 那大家数一下这是五种语言 那么还有一个语言 这是什么呢 多么有采测 多么有艺术气息的 Espanol 西班牙语 对不对 那这六种语言是什么 那我相信有的同学肯定知道 这六种语言是联合国工作官方六种语言 那西班牙语就位列其中 那比如说韩语啊 日语啊 德语怎么没在里头呢 是不是因为说的人不够多 覆盖面不够广 那么接下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按说的人口来算 世界上第一大语种应该是哪个语种呢 大家肯定会觉得是什么语 汉语 因为我们人多 没有人能拼得过 对不对 那第二大语种是哪个语种呢 那我相信你心里就开始模糊 到底是英语还是其他的语种 那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做的住行图 那我相信大家都会和我一样 因为汉语走了好久好久 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那再接下来你会发现 说英语的人和说西班牙语的人 是不相上下的 那到底哪个多呢 最新的研究数据表明 说西班牙语的人 已经远远超过了说英语的人 它一共是有多少呢 大家可以猜一下 发挥 尽情地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那么说西班牙语的人 一共是全球五亿人 将近五亿人 那么到底说英语的人 是有多少的呢 是三点多亿不到四亿 所以目前来看 西班牙语已经超过英语 成了全球的第二大语种 有同学会说 老师 您是教西班牙语的 您肯定会觉得 说西班牙语的人多啊 好 那老师还有数据 来证明刚才我说的说法 这是西班牙的一篇新闻报道 那有同学又说了 老师 那这个新闻 我还不会西班牙语呢 那我怎么来看呢 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 西班牙语和英语 有某些单词 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对不对 那我相信 你看Espaniel 在我第一张PPT上 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单词 西班牙语 然后再有495 这个阿拉伯数字 你肯定知道 那后边又出现的 Misiones 这下意思 是不是跟英语当中 Million非常非常的像 那它是百万的意思 对不对 那么495百万 那就代表的是多少 是不是4.95亿 将近五亿的人来说西班牙语 好 那现在你接受了 西班牙语是全球第二大语种的 这个事实 好 那老师还有第二个问题 那全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 来说西班牙语呢 那接下来 给大家看一幅世界地图 我相信大家的地理是不是都还可以 那说西班牙语的人都覆盖在哪 那有蓝色地区覆盖的 就是有说西班牙语的地方 其中深蓝色覆盖的 是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地方 那可能在你接触西班牙语之前 你只知道西班牙是说西班牙语的 今天你看到这个地图 是不是稍微有一点感悟 稍微有点明白 为什么会有五亿的人来说它了 首先一个这个国家这是在哪 欧洲 西班牙 对不对 然后再还有大家千万不要忽略 这有一个小点哦 这个小点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哪 非洲 对不对 非洲还有一个国家 以西语为官方语言 它叫做赤道吉内亚 然后再还有大家看这个地区 这是哪个地区 很多同学都会告诉我 这样来回答我 说叫南美 那我每次都会跟他说 说你看老师要纠正你一个地理知识 那比如说这个国家 这是美国 对不对 那和美国接壤的下边这个 这个深蓝色的国家 这是墨西哥 墨西哥你不能给人家称之为南美 对吗 那么美国以南的这些地区 叫做什么地区 拉丁美洲 那拉丁美洲 一共有19个国家 说西班牙语 那这样来看 全球会有多少个国家 以西语作为官方语言为母语呢 欧洲一个西班牙 非洲一个赤道吉内亚 然后再还有拉美19个国家 加起来21个 对不对 那大家知道 现在好多国字头的单位 比如说中石油 中石化 中建 中工国际等等等 都和拉美有合作 因为拉美现在正在发展 如果你要是把西班牙语学好了 就算你一开始 不知道是为什么来学的 某一天将会在你工作 或者在你生活当中 就会用到了 然后再还有 然后像这个地区 刚才我说过这是哪 美国 对不对 大家发现美国也有蓝色覆盖 但是它不是深蓝色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母语 这是什么语 英语 对吗 那么美国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来说西班牙语呢 大家发现 美国和一个拉美国家 是接壤的 对不对 然后这是和墨西哥接壤 那么美国 它也是一个移民大国 它有一部分人 它叫做什么 叫做拉丁裔 那你所谓听到的这些拉丁裔 它都是说什么语的 西班牙语的 大家还要知道 在美国有西班牙语独立的报纸 电台 电视台 如果说你在美国生活 或者是在美国上学的话 尤其是在南部的一个社区 出门打招呼 人家可能不会跟你说 嗨 人家会跟你说啥 Hola Hola 这啥意思 西班牙语当中的你好 对不对 听着多么洋气 然后再还有 如果你之后去美国上学的话 你一定要来学习西班牙语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大学都要求学生 必须选一门第二外语 然后一般学生都会在 西班牙语和法语里头做选择 然而美国又有很好的 西班牙语的语境 来让你特别好的学习 和理解这门语言 所以我的学生 去美国留学的学生 总是跟我说 老师 我西班牙语课终于选上了 是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大家通过他的这句话 你就知道 在美国你要选一个西班牙语课 是多么的火爆 所以大家就知道 西班牙语在全球的一个地位 然后一定要学好这门语言 因为你不知道以后 什么时候就会能够用得到 那我也可以把我自己的经历 告诉大家 我是为什么学习西班牙语的 那当时呢 我在高考的时候 我的英语特别特别的好 我就想学习一门 另外一门外语 来作为我的专业 那这时候呢 我就非常犹豫 但是我又想到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三毛 大家听说过三毛 并不是三毛流浪记里头 那个三毛 而是台湾的那个女作家 对不对 她是嫁给了一个 大胡子的西班牙人 那她在她的书当中 描述了很多 她在西班牙生活 旅游的一些经历 当然还有 她和何希 那样美丽的爱情 对不对 其实那时候 我就有一个默默的想法 如果有一天 能够把三毛的书 翻译成西班牙语 那不光中国人知道三毛的这段爱情 还能让更多的西班牙语人 知道三毛的爱情 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呢 那所以就因为三毛 我就学习了西班牙语 那之后在西班牙留学期间呢 我还去了三毛和何希 在大家那里定居的这个故居去看了看 然后还和她最好的朋友聊了天 那当时那一刻 我是觉得非常圆满 那等我回国呢 我就来新东方工作了 然后当了一名西班牙语老师 那大家看 我当时学西班牙语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是由于兴趣 那之后呢 西班牙语带给了我更多 然后给了我工作 我还能用我的知识来交给更多的人 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大家学好这一门语言 那接下来咱们进到第二点 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西班牙语的重要性了 对 那第一课读语法部分 然后来学好这门语言呢 那接下来咱们就要步入正题 大家可以拿出来你的课本 然后第二个名词的信 然后咱们要学的是 书 主格人语带语 还有续动词 那每课上课呢 我都会按照这样的顺序来讲解 那么 那大家会发现 是正字法 然后再还有就是语法 词会符合文 然后由于前期的语音 那咱们一一击破它 先看一下 普通名词与追述了 好 然后而且你在上课的时候 也会给大家讲 有时候我会调整一下顺序 提了一句 但是你不用担心 老师这有什么可讲 人名 再比如说 大家之前在学日常用语的时候 有没有读意到 比如说第一句 是不是读来着 这都是人名要打写 是不是西班牙人经常会用到的一个问号 然后再接着 熟人之间 是不是也没问题 都会问一下 这个地方 然后你在回答的时候 你会回答什么 北京 那大家看到这个奇葩的符号没有 北京 那通过这个日常用语 我是想让大家知道 西班牙的问号 那在西班牙语当中的问号和反弹号 有几篇 是不是一共只有两部分够长 据委 这是不是西班牙的首都 问号和探号 这点 大家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的英同学 比较喜爱的一个常识 用西班牙语 那还有另外重要的异点 你必须要注意 你看他们巨手 这是不是都要有一个道问号 或者是道专有语词 所以也就是说 然后在接着 第三点 国家是有俩肯定没有问题 和英语语 前边一个道的 对不对 后边再加一个证 比如说 缺一步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国家 经常问我这样的 所以得亲 老师 为什么呢 看着中国呢 这个句子当中 这没有为什么 这就是西班牙语当中 问号和探号的规矩 这是不是中国的意思 也是 那同学们还会经常问 这样的问题 说老师 西班牙 对不对 那西班牙语怎么来 像这个道说西班牙呢 我先说 您肯定没有问题 你会先写一个第二 然后再来一数 这国家也是专用名词 那么斗问号也是一样 然后再有 你先点一个点 组织 再这样给它划一下 也属于专用名词 没有什么可能 讲长习惯就好 那比如说 给大家写一个词 这就是政治法当中 给大家写一个第一点 问号 再有第二点 就是大小写规则 那西班牙语当中的 大小写规则 跟英语当中 非常类似 但是也有 不同的一些地方 然后大家会发现 这个组织 那接下来 然后大家要注意 第一点 是不是有 这就是专用名词的概念 人民地名国家机构 这些都属于专用名词 那这点跟英语当中 也是一样的 那么有时候 一定会稍微有一些 专用的疑问 说老师 什么是专用名词呢 然后再接下来 还会有下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 普通名词 那普通名词 那大家肯定会想 国名 除掉专用名词 是不是都叫做专用名词 那专用名词 比如说 一类人 然后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或者是抽象的概念 老师 接下来会分别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大家知道 那比如说第一个单词 大家能不能用 我的名字叫 me llamo 大家会发现 Olivia 我的名字 这是不是就算是 一个专用名词呢 那你看 手字母 一定要大写 对不对 那再比如说 再有还要注意 用西语怎么读 你注意这个 me 是不是也大写 因为他在举手 那professor 好多同学看年课 都会给他翻译成什么 教授 因为他比较像英语 当中的 那你会发现 那你会发现 那但是 大家要注意 就算你不知道 professor 这是什么意思 去哪 你总猜得出来 这是中国的意思 没有任何教授的 还有名字 那么 所以 那大家看 这些读题 的单词里头 我会给大家讲 好 这是我来 这些读题 都属于中国的意思 一类人 这是第二点 然后再接下来 塞克大写 那第一个词 比较重要的一点 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西班牙语当中 和英语当中的大小写 给大家去听 大家再看这个单词 是不是很熟悉 西班牙语当中的 星期 月份 空气 对不对 那再比如说 你先有一个词 这什么意思 那大家是不是 身边有时候 会看到这样的超市 提醒大家 然后它会有一个红牌子 这就是第一课的正字法 咱先讲了一个什么 迪亚天天 是不是问号 每次我走过这个超市的时候 大家都会特别 佩服什么中国人的欢迎能力 它不光有巨手 一定要有一个 道文号 你看它要有一个正文号 迪亚 巨手一定要有一个 道文号 迪亚 这是不是它的音 然后再有 天天是不是 这是它的意思 当然它这个超市 没有打中音符 一定要注意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是我刚讲 大家会发现 这个爱也好 然后大家会 大小写规则 那这是一类事物 对不对 那再比如说 一个臭相对 这个什么意思呢 但第一个词 用西班牙语 应该怎么读呢 什么不大写 是不是星期 月份 还有国际 这下意思 事实 真相 好 比如说 什么时候会用到 这个词呢 我在跟人聊天的时候 然后人家说 Olivia 你瘦了 这时候呢 我就会说 Berda Berda 真的吗 是事实吗 对不对 那Berda 然后再有下一个词 怎么读 用西班牙语 Gloria Gloria 大家会发现 有的姑娘也会起 这样的名字 叫Gloria 跟英语也有 那么丢相 这啥意思 高贵 对不对 那无论是事实也好 还是高贵也好 这是不是就是 意味着抽象概念 所以这就是普通名词 其实 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 具体指的是什么 大家不用特别过分的去记忆 你只要知道专有名词指的是啥 是不是人名 地名 国名 然后还有啥 机构 组织 独一无二的这些东西 是专有名词 然后除掉这些以外 是普通名词 这就足够了 那么第一点语法 就给大家讲完了 好 如果没有问题 咱们开始第二点语法 第二点还是跟名词相关 咱们要讲名词的性 那大家每次听到这 一下就慌了 说老师 怎么名词还有性呢 咱们西班牙语当中 是和法语一样的 名词是要分阴性和阳性 所有的名词都要分 那有的同学就会心里 特别特别紧张 天呐 好麻烦 我怎么去区分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 西班牙语呢 它的名词是非常非常有规律的 那大家可以跟我这样来学 那名词性 我首先一点 我会讲它的规律 然后任何一个语法点 都会有到它的特例 然后最后一点 会给大家讲 身份职业如何变化 那也就是说 一个名词的这个性 怎么能从一个男的 变到一个女的 对不对 好 那咱们先来看规律 那一个名词它会有哪些规律呢 大家可以先看黑板上出现的这六个单词 然后大家会发现这六个单词是什么 是不是人名 那你通过人名就会发现 西班牙语的名词会有一些哪样的规律 比如说第一个名词 用西班牙语怎么读 对不对 圣地雅各 下边这个名字呢 用西班牙语读法是啥 然后最后一个呢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三个名字 这是男生名还是女生名 你没有听到有的女生会叫做 也没有听到有女生会叫 会叫忽略对不对 所以大家会发现 左边这一六呢 这都是男生名 那大家再看右边这一六 那第一个名字怎么读 第二个呢 最后一个我的名字 对不对 那我肯定是女的 所以这一组当中都是女生名 大家发现什么规律没有 是不是这个男名都是以什么结尾的 以O结尾的 对吗 那么女名呢 都是以啥结尾的 以A结尾的 你先默默地记着这一点规律哦 男名有一些给老师给你的例子当中 男名是以O结尾的 女名呢 是以A来结尾的 那么接下来 只有名字是这样吗 好 那大家再看这一篇 给大家列举了一些单词 那第一个单词怎么读 Amigo Amigo 这啥意思 朋友 那后边还有一个Amigo 这两个词长得非常非常的像 对不对 那么这有什么不同呢 再有Novio和Novia Novio Novia 词根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也就最后一个字母 不一样 那Novio这啥意思 男朋友 那大家敢不敢猜一猜 Novia这啥意思 是不是女朋友 那刚才我所说的Amigo 这是不是普通男性朋友 那这个Amiga呢 普通女性朋友 对吗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这个 这个词 怎么读 Pero 大家大舌音练得怎样呢 读起来是不是Pero 那后边这个词 词根又跟它一样 怎么读 Pera Pera 好 那你会发现 这两个词词根一样 还是最后一个字母 不一样 Pero 是狗的意思 小狗 那这个Pero 是不是小公狗 那这个Pera 那指的是什么 小母狗 对不对 好 那最后看 最后两个单词词根还是一样 第一个单词怎么读 Gato Gato 那下一个词呢 Gata 诶 好 那Gato Gata 这啥意思 猫 喵 那这个Gato 是公猫 那这个Gata 这叫啥 母喵 对不对 好 那你会发现什么 除掉人名 那接下来给大家举了一些人 人那可能是一些身份 然后呢 还给大家举了一些动物 那 比如说Amigo 大家还记得男性朋友 Amiga是女性朋友 Bero是公狗 Bera 这是啥 母狗 对不对 那大家是不是又能 有一些规律 以O结尾的指的是啥 男的 然后再有 以A结尾的这一场 女的 或者是熊的 死的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那有同学说 老师 那这点我就好理解 所谓名词是性 名词是不是分成两性 一男一女 一词一雄 那您看一开始给我举的是啥 是不是有性别的这些东西 那大家是不是可以默默的有一个印象 以O结尾的 它的性别是啥 是男的 或者是熊的 那咱们西班牙语当中 给它命名为什么 阳性的 那以A结尾 给它命名为什么 女的死的 命名为 阴性的 所以大家是不是就有点明白 名词性听起来很高级 其实它没有那么的难 以O结尾的词 是阳性的 以A结尾的词 它是什么性的 阴性的 对不对 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除掉这些 有性别之分的 名词 那比如说 像桌子啊 像椅子啊 然后像墙壁啊 那像电脑啊 这些词 你明显看不出性别来 那它有没有阴阳性之分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 西班牙语当中 只要它是一个名词 它就会有阴阳性之分 只要它是一个名词 它就有阴阳性之分 跟老师刚才给你举的那些例子 是一样的 以O结尾的 这个名词 它就是阳性名词 那它阳性名词 之后大家再看单词表 或者你在查字典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阳性名词 它会用什么来表示 M来表示 那么以A结尾的 它都是什么词 阴性的名词 阴性名词 会用哪个字母来表示 F来表示 那比如说 那比如说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那你看第一个词怎么读 Libro Libro 那Libro这什么意思 书 书的意思 那你看Libro这个词 它是阳性还是阴性呢 因为刚才老师已经说过了 对不对 西班牙语当中 只要它是个名词 都有阴阳性之分 那Libro你就看它词尾 非常简单 以O结尾的 所以它是什么性的 阳性的 对不对 那再比如说 下的这个词 用西班牙语怎么读 Basso Basso Basso这什么意思呢 杯子 咱们喝水的那个杯子 那杯子这个词 它是什么性的呢 你会发现它是以什么结尾 O结尾的 它也是什么性 阳性的 对不对 好 然后接下来看下一个词 Chino Chino 大家发现没 这个词跟刚才我给大家举例子的时候 出现的那个国名非常非常的像 那个国名它叫做什么 China China是中国 那么Chino我没有大写 那所以说它肯定不是一个什么词 专有名词 对不对 只有专有名词 首字母才大写 那么Chino它是什么意思 咱们每天都会说的母语 中文 那中文它是以什么结尾的 以O结尾的 很简单 它也是什么名词 阳性名词 对吗 好 那大家再看右边这几个 看第一个词 怎么读 Mesa Mesa 好 Mesa这个词 它是什么意思呢 桌子 那桌子这个词 它是以什么结尾的 A结尾的 所以你肯定知道 它是什么名词 阴性的名词 再有 CIA CIA CIA这个词是以什么结尾的 A结尾的 它也是什么词 阴性的名词 它是什么意思呢 椅子 那下边这个 SOPA SOPA SOPA这个词 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你可以判断出来 它是什么性的名词 以A结尾 阴性名词 对不对 它是咱们喝的那个汤 汤的意思 所以通过 所以通过给大家举的这六个例子 大家一定要接受 刚才我重复了很多次的那个事实 西班牙语当中 只要它是个名词 不管它有没有性别 它都会有什么 名词的阴阳性之分 那这个规律呢 你也非常好掌握 大家还记得吗 以O结尾的名词 是阳性名词 用M来表示 M 然后以A结尾的名词 是阴性名词 会用FA来表示 那我相信有同学会有这样的疑问 他说 老师 那为什么书就是阳性的呢 那为什么桌子它就是阴性的呢 那这时候就会告诉你 不为什么 等这个词一出来的时候 老天爷已经把他的词性给他定好了 这是不可更改的 通过这个单词以什么结尾 来判断他的阴阳性 好 这是这个名词性的规律 名词的性的规律 咱们就讲完了 然后接下来 那么名词 它以O结尾是阳性 以A结尾是阴性这一点 会不会有特例呢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任何一个语发点 都非常有可能有特例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 会给大家举紧例子 好 以A结尾 它有没有可能 并不是阴性的 是阳性的呢 这一点非常非常有可能出现 那有同学说 老师那完蛋 那我好容易把这个词给他记住了 比如说MESA 以A结尾的 是阴性的 那现在您又跟我说有特例了 那我是不是这点就没法记了呢 是这样啊 大部分情况下 名词还是正常的 以O结尾阳性 以A结尾阴性 那么特例呢 非常非常的少 你只需要见一个 记一个就好 那之后在上课 讲单词的过程当中 如果会出现特殊情况 我也会提醒大家注意 那大家在自己复习的过程当中 那一定要注意 出现名词的时候 看一下咱们字母表上给它标的阴阳性 如果是阳性 是MESA表示 阴性还记得用哪个字母来表示不 F对不对 好 那咱们接下来看看 以A结尾是阳性的名词特例 有什么呢 那比如说这个词 刚才已经给大家提到了 我在讲普通名词的时候 给大家提的 对不对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来的 迪亚天天 是不是天天的意思 用西班牙语怎么读来着 你啊 那你看这个 天以A结尾 但是我给它归到了哪一性 是不是阳性这一类 大家想 白天是不是都有太阳 那所以 这个词肯定是什么性的 阳性的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一下这个词 怎么读 sofa sofa sofa这个词 我相信大家也能猜出来什么意思 safa对吗 好 safa这个词 它是一个外来词 以A结尾也是阳性的 记住哦 好 那么下一个词怎么读 ma ba ma ba 那么ma ba这个词 那你会发现 以A结尾也是阳性的 其实这个词呢 跟英语非常的像 我每次在课上都会问大家 来猜一下 看ma ba 这个词是啥意思呢 居然有同学跟我说ma ba 是ma ba的意思 父母的意思 我说为什么呢 老师您看啊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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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爸爸 这种理解特别错误 ma ba啥意思 我再把最后一个字母给你护上 是不是能够看出来 map 这是西班牙语当中地图的意思 那么地图这个词 以A结尾也是什么性的呢 阳性的 所以今天呢 以A结尾是阳性的名词 大家就记这么三个 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dia sofa ma ba 好 那么以A结尾是阴性的名词 有没有 也有 今天你还需要记三个 第一个怎么读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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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也能够猜出来这啥意思 照片对不对 那像photo这个词 其实这是有道理的 它是一个缩略词 那这个词写全了是什么呢 是photografia photografia 那你看写全了以后 这个词是以什么结尾的 以A结尾 什么性的 阴性的 对不对 但是 photo 已经自己 这个简写词 已经自己成了一个单词 但是你还要保证人家 完整词的词性 所以photo就成了可怜的 以O结尾 阴性的名词 照片 那再看下的这个词 怎么读 modo modo这个词 这是什么意思 摩托车 那modo 它也是一个缩略词来的 modo 它的全写 写全了是modo 那modo 写全了以后 也是以A结尾 什么性 阴性的 但是这个缩略词 那也很可怜 还要保证 它是什么性 阴性 所以就成了 以O结尾 是阴性的 那么最后一个词 mano mano这个词 没办法 你就只能记 mano这个词 什么意思 手 手 所以呢 今天以O结尾 是阴性的名词 那你也要记三个 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第一个 foto modo mano 没有问题 那今天 咱们名词性的这个特例 一共要记六个单词 大家再跟我回想一遍 以A结尾 是阳性的词 都有谁来的 地亚天 沙发 sofa 地图 mappa 那么 以O结尾 是阴性的词 有三个 对不对 那都有谁 第一个 照片 foto 然后下一个 摩托车 moto 最后一个 手 手 mano muy bien perfecto 好 那名词性的特例 咱们就讲完了 那么接下来 还有最后一点 那么名词身份职业 如何变化 那我相信大家 是不是现在更明白 这一点的意义所在了 对不对 比如说你知道一个名词 老师 你还有印象这个词不 老师是什么来的 professor 那professor这个词 这是男老师的意思 那么通过这个男老师 女老师是什么呢 那今天我讲完了第三点 你就可以自己独立变化了 好 那名词身份职业的变化 那好多名词身份职业 大体来说是分为 以下三类 第一类 就是以欧结尾的名词 以欧结尾的名词 那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niño niño niño这啥意思 小男孩 对不对 那么小女孩怎么说呢 特别简单 那你就把这个欧 换成字母 这就行了 这也符合刚才咱们所讲的 名词性的规律 对不对 那以欧结尾是阳性的 以阿结尾是阴性的 所以呢 niño 这就是啥意思 小女孩 好 那再比如说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个词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对吗 这个词怎么读 amigo 什么意思 朋友 那amigo 这是男性的普通的朋友 那么女性的普通的朋友 这是不是单词 也是以欧结尾 那你把欧变成谁就好 变成阿 那么amigo 那就是普通女性朋友 那大家还记得刚才 我跟你讲的 男朋友怎么说的吗 男朋友是不是novio novio 那么女朋友呢 这是不是这个单词 也是以欧结尾的 那么你把欧变成阿就好 女朋友是 novia novia 这是第一类 那么第二类呢 有可能这个词 是以欧结尾的 那么它要是以欧结尾的 男女都是这个单词 不发生任何的变化 那比如说 给你举一个例子 这个词还记得吗 怎么读 estudiante estudiante 那estudiante 这是学生的意思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词 是以欧结尾的 那么男学生是estudiante 女学生呢 依然继续是estudiante 不变 很简单 那再有 再比如说这个词 用西班牙语怎么读 her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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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 这是经理的意思 那么男经理是herende 女经理呢 依然也是herende 不变 好 这是这个第二类 第二类 那么第三类 那比如说像刚才 我给你举的老师的那个例子 professor 它是以什么结尾的 是不是以福音结尾 那怎么变呢 最后 加 在它这个词 完整的单词的基础上 最后加一个字母 那比如说 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词怎么读 espanol espanol 那espanol在这儿 它是西班牙语的意思 西班牙语的意思吗 不是 它是西班牙人的意思 那么espanol 你看它这样 这是西班牙男人还是女人 西班牙男人 那么西班牙女人呢 在它这个完整的单词基础上 最后再加一个 怎么读 espanola espanola 好 这是西班牙男人 女人 那再比如说 刚才我所说的这个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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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也是以复音结尾的 那么男老师是professor 女老师呢 单词的基础上 最后加 professor 女老师 那所以之后 你再见到我 你给我打招呼 你会跟我说什么 Hola professora 如果你看到 sandiyago老师呢 你会跟他说什么 Hola professor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好 这就是名词的身份职业 如何变化 那大家再跟我复习一下 如果是以O结尾的 那从男到女 那女的应该是什么 O变 对不对 如果这个名词是以A结尾的呢 不变 比如说学生 estudiante 男学生是他 女学生还是他 那么以复音结尾的 在整个单词的基础上 最后加A 比如说professor professora 好 那到这儿 名词的性 咱们已经讲完了 好 同学们 咱们刚才学完了名词的性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要看看名词的数 名词数 这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就意味着名词是要蝙蝠数的 我相信这一点大家是非常能够接受的 因为之前大家在学英语的时候 是不是名词也要蝙蝠数 那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像朋友这个词大家还记得吗 朋友这个词是谁 amigo amigo 那像amigo 那一个朋友 还是男性朋友 我可以用amigo 那要是朋友们呢 他应该怎么蝙蝠数 那大家是不是能够理解 加上一个essay 这个英语也是非常非常的类似的 对不对 amigos 然后再还有 那接下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任何词 西语当中 任何名词蝙蝠数 都是后边直接加上一个essay就行了吗 那咱们接下来看 名词蝙蝠数的规则到底在哪里 那大家看前头有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横盖 我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以原因结尾的词 以原因结尾的名词 然后变蝠数 最后直接叫essay 然后呢 第二条 以辅音结尾的名词 要加aessay 那你会发现什么 以原因结尾的很简单 比如说amigo amigos 那novio 男朋友 他变一个蝠数 是不是直接加essay novios 没有任何问题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词怎么读 ar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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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意思 数 对不对 那大家看 如果说你还是简单的认为 它变蝠数加上一个essay 我怎么读 arvol 是不是你读起来非常的难过呀 咱们西语当中 西语的发音是这样的 通过之前语音的学习 你肯定会有那样的感受 它没有省音的这个现象 是不是每一个字母 它都要发音 都能让人家听出来 对不对 那你看arvol 你这个l 是不是发音就非常难受啊 那这时候我就需要有一个原因来代它一下 那谁哪个原因起到这个功能 是不是 那你再试一试 arvol 试试试试读起来就比较顺畅 那这个a类的发音也就比较清晰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名词蝠数它也不难 你要看的是什么 词尾 如果说这个单词以原因结尾的 那你怎么蝙蝠数 最后加ese 那么以辅音结尾的总蝙蝠数 加ese 好 那么咱们赶紧趁这打铁找几个单词给大家练一下 好 看第一个amigo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朋友 对吧 那么朋友们那就是啥 amigos 那既然刚才咱们已经学完了名词的姓 那现在大家一定要综合在一起了 咱们学习一定是循序渐进的 那么amigo 通过之前咱们学习名词姓 你知道这是一个男性朋友对不对 那么女性朋友呢 amiga 欧变 还记得吗 那么女性朋友们呢 那应该怎么蝙蝠数 是不是这也是以原因结尾的 amigos 很简单 没有任何问题 好 接下来看第二个单词 dia dia 大家还记得啥意思 天 那刚才名词姓里头咱人讲了 像这个dia这个词它是特例 对不对 虽然它是以a结尾 但是它是什么姓 阳姓哦 那要是天们天变一个复数 比如这些天 那些天 天天每一天 那这个dia变复数 是不是也是以原因结尾的 直接加essay 那它应该是什么 dia dia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这个photo photo 照片 还有印象 它是不是也是特例之一 它虽然是以a结尾的 但是它是什么姓的 阴姓的 对吗 那么照片们呢 原因结尾直接加essay 应该是什么 photos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这个词 怎么读professor professor 名词性那点也见过 这是我老师的意思 那么男老师是professor 那么比如说我 Olivia 那我是一个女的 对吗 那么女老师那应该是啥 professor 你还记得身份职业变化吗 是不是以复音结尾的 大多数可以遵循这样的规律 最后再加 好 那么professor 老师 老师们 那你应该怎么说 这加什么es 对不对 那应该是professores professores 好 那么女老师们呢 大家能不能脱口而出呢 那应该是啥 professoras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这个单词 espanol 有次问说老师 这不是西班牙语吗 那他怎么还能辩覆出 这个词一会儿 在单词里头 咱们还会继续再讲 espanol 除了有西班牙语的意思 它有啥意思 西班牙人 那达表上说西班牙人们 那应该怎么说 espanoles 这是不是也是以复音结尾的 没有问题 那我问大家 espanol 能看出来这是西班牙男人 对不对 那要是西班牙女人呢 这是不是也是属于身份的变化 又是以复音结尾的最后加 应该是espanola espanola 那西班牙女人们应该怎么说 espanolas espanolas 没有问题 好 然后再接着看最后一个单词 u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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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它不是一个名字 它是一个什么词 代词 代词它是什么意思 您 您 那你看这个您是usted 那您们呢 也就是说诸位 对不对 各位 那这个是不是又是以复音结尾的 最后加es 那应该是什么 ustedes ustedes 好 这就是这个名词的数 你都编对没 大家再跟我回想一遍 它的规则是怎样的 以原音结尾的名词遍复数加ac 以复音结尾的加什么aac 没有问题 好 那名词数给大家讲完了 好 那么名词相关的普通名词 专有名词 名词 名词性 名词数 都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那接下来大家看下一点 第四点 主格人称代词 然后我会和把主格人称代词和系动词ser的 陈述是现在是变位 放在一起来给大家讲解 好 那接下来下一点 咱们看 主格人称代词指的是什么 有的同学呢 说老师天哪 我英语语法就不好 那等你学了西班牙语以后 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呢 你的英语语法也在提高 那大家要注意 中国人给语法命名 是多么的凝炼 你记住这个名字 你就能学到很多 或者你知道它是干嘛用的了 首先一个 你看这一类词 它叫做什么词 代词 所谓代词 它是干嘛呢 是不是替代名词用的 所以这类词 是不是都是名词性的 替代名词 它又叫做主格人称代词 那你可以给它管 你可以管它叫主语人称代词 那也就是说 在一个句子当中 做主语的那些词 比如说我你他您 是不是 那么西班牙语当中 主语人称代词 是如何给它划分的呢 大家看 第一个我 这叫做第一人称单数 没有问题 然后你 第二人称单数 然后再接着看 男他 女他 和您 那男他 女他 和您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第三人称单数 首先要注意的第一点 您 这跟英语当中 划分不同 英语把您 这种敬语 礼貌式 给它放在了 第几人称 第二人称 对不对 咱们续语当中 只要带您字 无论您也好 您们也好 在句子当中 做主语也好 或者说 它是一个形容词 您的也好 只要带您字 它都是第几人称 第三人称 所以这是大家 格外注意的这一点 然后再还有 之前同学会有到 这样的疑问 不知道你是否在想了 老师 你有男他女他 怎么没有宝盖他呢 大家想 西班牙语当中 只要它是一个名词 比如说 你看到一个洋娃娃 这个洋娃娃好漂亮哦 那为什么不是宝盖他呢 西语当中 所有的名词 都有什么之分 是不是名词 阴阳性之分 所以你完全可以 给它看成什么 男他 或者是女他 如果说地图做主语 大家还记得地图 是什么吗 Maba Maba这个词 结尾什么姓 阳性 这时候你就可以 给它看成什么他 男他 对不对 好 这是分别第一 第二 第三人称单数 那接下来 我们 这是什么 第一人称 富数 那你们是第二人称 富数 再要注意哦 他们 他们 诸位 所谓诸位 是不是也就是 你们 因为按咱们中文的语法当中 没有你们这种称呼 你们按照中文的语法 敬语应该是你们 为了让大家来区分 所以这儿我写成 诸位 大家明白 这是你们的意思 他们 他们 诸位 这是第三人称富数 没有问题 好 这是西语当中 主格人称代词的划分 大家再跟我回想一遍 第一人称单辅数 分别是我 我们 对吗 第二人称单辅数呢 你 你们 第三人称单辅数 他 他 您 您跟着第三人称哦 然后第三人称富数呢 他们 他们 您们 好 这是主格人称代词 那么主格人称代词 用西班牙语怎么来表达 一会儿我再说 我先给大家讲另外一件事情 好 那这个词 ser ser ser这个词 这是一个什么词 这是一个动词 那这个词叫做什么动词 细动词 所谓细动词 大家是不是会有一些想法 英语当中 你也会接触到一个细动词 那个词叫做什么 b 对不对 那这个ser 就相当于英语当中的 b这个动词 是一个细动词 那么所谓细动词 是不是就说 它后边能够加什么语 加表语 对不对 比如说形容词 比如说加名词 代词 ser也是有到这样的功能 那大家细心一点 你会发现 顶上我写一个ser 下头呢 这一溜 出现了六个东西 那这叫做什么东西 这叫做动词变位 那有的同学一听到动词变位 一下脑袋嗡一下就炸了 那大家不要慌张 其实你英语当中 也接触过动词变位 那比如说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be这个动词 那英语里头 我会说amolivia 你不会说abolivia 没人这么说话 如果我要是说abolivia 你肯定会嘲笑我 我是文盲 对不对 那再比如说你会说 you are 你是什么什么 而你不会说you be 对不对 听着太难听 那上英语当中 am is are 这时候也是所谓的动词变位 只不过英语当中的动词变位 它不够完全 西班牙语更高级 英语当中 b这个动词的变化只有几个 三个 那西班牙语当中 ser这个动词变化是有几个 六个 所以大家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西语当中 所有的动词都有动词变位 而且它这个动词变位 一共是有几个人称 一共是有六个人称 分别是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单符数 再还有 你在造句子的时候 任何一个动词都不能直接动词原型往上扔 比如说我说 我是Olivia 那我可以怎么来造这个句子 大家要找 我是ser是是的意思 对不对 那相当英语里头be那个动词吗 我能说serOlivia 可以吗 绝对不可以 就跟你听到了I be Olivia 一样可笑 能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大家要说的是什么 soy Olivia soy我是Olivia 没有问题 所以任何一个动词 它都有六种人称 它都有六个变位形式 然后再还有 要注意的第二点 刚才我说你在造句子 绝对不能说serOlivia 这一点更不可以 为什么 西语当中 所有的动词原型 我会用三个字母来表示动词原型 enfa 这三个字母来表示动词原型 西语当中所有的动词原型 它都是动名词的概念 大家知道什么是动名词 像英语当中是不是也有动词 动名词这个说法 那指的是ng形式的那些词 对不对 咱们西语当中动词原型是动名词 而且动词原型 你可以给它看成什么 是不是阳性单数的名词 所以你就知道 一个句子当中 如果你要说成serOlivia 你这个句子都是什么词 都是名词 而没有动词 一个句子 完整句子 一定要有动词 能明白 所以 一定要记动词这个变化形式 再有第三点 西班牙语当中 所有的动词原型 它是有规律的 它都会有一个后缀 所有动词原型都是以什么结尾 ar er ir 结尾 所以之后大家再看词的话 如果你遇到了生词 这生词它是以ar er ir 结尾 你第一反应它是什么词 它是一个动词 而且还是一个什么 动词原型 所以 那这个动词 给大家介绍完 给大家讲了一下 动词原型和动词变味 是怎么回事 大家再跟我回想一遍 是不是西语当中 所有的动词都有变味 那它是有几种变味形式 六种 而且是依照我刚才给大家介绍 主格人称代词的划分 来分成了这六种形式 这是其一 然后其二 你造一个句子的时候 一定要有变味动词 不能动词原型直接往上扔 因为我已经给大家介绍过 动词原型 然后给它看作一个 阳性单数的名词 对不对 而一个句子当中的灵魂和核心的这个词 绝对是动词 好 然后再有第三点 你还可以记一个后追 是不是动词原型都是以什么结尾 ar er ir 结尾 那这些给大家介绍完以后 大家就要看看 你在西语学习道路上 见到的第一个动词 ser 这个系动词相当英语里头 b这个动词 也会翻译成是这个词 它的变味形式到底是怎样的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是 我是 这怎么读 soy soy 那么你是 这怎么读 eres eres 他是 他是 您是 这是 s s 我们 我们是 soy 你们是 soys 他们 你们 你们是 son 记住了 我 那大家会了动词变味 你就可以造句子 那比如说 刚才已经给大家造过一个 说 我是Olivia 那你可以怎么说 soy Olivia soy Olivia 那有同学说 老师 这个句子不对 soy 这是一个动词 这是我是 是 是Olivia 您缺少一个重要的成分 就是你这个句子里头 没有主语 那我可以这样来告诉大家 西班牙语当中 在这个句子里头 它是可以不存在主语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 为什么 大家想想 soy 它只能是谁 是 是不是只能是我是 它可能是你是吗 那你是这啥 eres 它可能是我们是吗 我们是是什么 somos 所以这些都不可能 soy 它不会产生任何的起义 只能是我是 那在这样清晰的情况下 我这个主语就完全可以省略 这就是西班牙语 动词变味的好处 你可以省略主语 那再比如说 你还能问呢 你是Olivia吗 那你可以怎么说 大家可以再跟我回想一下 你是是什么来的 eres 对不对 你完全可以说 eres Olivia 这个句子也完全正确 而且你会发现 eres Olivia 也没有主语 也没有主语 但是eres 它只能是谁 是 是不是只能是你是 那再比如说 我们是朋友 那我们是是啥 somos 诶 somos 那我们是朋友 这怎么来表达 somos amigos 这个句子完全完全正确 那再比如说 你们是男女朋友吗 男女朋友还记不记得 男朋友是novio 男女朋友是novios 那你们是男女朋友吗 sois 这是你们是 对不对 novios 没问题 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造一些简单的正确的句子了 这是动词辨位的好处 如果说主语明确的情况下 你主语可以省略 好 在这个ser的动词编位 大家记住了吗 再跟我回想一遍 我是是soi 你是eres 他是您是es 我们是somos 你们是sois 他们您们是som 好 那这个ser 这个动词给大家讲完了 大家要来看一看 如果说这个句子 我非要给他加一个主语 可不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那这个主语是什么 好 那大家看我 做主语的时候 用西班牙语怎么说 看第一个词 yo yo 大家有同学看到第一个词的时候 这个yo 心里就觉得 哎呦天呐 这个yo 是不是长得听着有点像英语当中 那个yo 你 大家要注意 西语当中 这个o 发的是o这个音 还是o这个音 是不是发o 就相当于英语当中 这个音标 半圆的这个o 所以你读起来是yo 大家听过凤凰传奇那个歌 对不对 yo 他每次念到这儿 唱到这儿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男歌手不学西班牙语 真的是 有点浪费哦 很有天赋 好 这是我 yo 一定要跟英语分开 然后你用西班牙语怎么说 主语 do do 那在上课过程当中呢 我都会发现同学们在发do这个音 都会有点英语的那个发法 他会念do 就会有含糊不清 一定要把自己这种习惯绑过来 西班牙语当中都是清晰的 是do 而且大家注意没 这个do上呢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重音符号 是不是 好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这个词 如果不加中音符号 你怎么读 是不是 还是do 因为它只是一个单音节词 不会涉及到中音的问题 那为什么它非得加上中音符号呢 那存不存在这个词 这是完全存在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从今天开始 有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什么 中音符号 它都起到一些什么功能 首先一个 它肯定会告诉你 它的中音在哪里 对不对 那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词 怎么读 爸爸 如果你要不加中音符号 它读起来是不是爸爸 那它要加上一个中音符号呢 那怎么读 爸爸 爸爸 那这个爸爸 它有叫黄的意思 爸爸呢 它是父亲的意思 是不是这个中音符号 你加与不加 读起来完全不一样 它来告诉你中音 这是第一点 那中音符号还有第二个功能 来干嘛 是不是可以区分单词 也就是说 两个单词 加与不加中音符号 它是一模一样的 读起来 听起来 没有任何区别 那么它是用来干嘛 那么它是用来干嘛 区分单词 比如说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度 加上中音符号 它就是逐于人生代词 它是一个代词 你的意思 如果不加中音符号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的 这是不是差得很远很远 你的 比如说你的朋友 你可以怎么说 那你男朋友 你会怎么说 这是不一样的 那再比如说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两个单词 你再读起来 有什么不同吗 是不是都是 因为它还是一个单音节词 那么加上中音符号的这个L 就是我即将要讲的 男他 那不加中音符号的这个L 这啥 是定观词 一会儿单词里头就会看到 定观词 就相当英语里头 the那个词 好 这就是通过一个度 让大家记单词 一定要严谨 你先读对 然后一定要记清楚 它有没有中音符号 中音符号 起到两个功能 一个告诉你中音在哪里 第二个功能是什么 是不是读起来完全一样 来区分单词 那主语人称代词的 你有中音符号 你的没有 然后再还有 男他 L有中音符号 定观词 没有 没有问题 好 咱们继续 然后大家看一下 女他怎么读 Asia Asia 您 Usted Usted 那我们 Nosotras Nosotras 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这个Nosotras 这是我们 为什么下边还有一个Nosotras 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也就是说 Nosotras 最后是不是 Os 它是一个负数 对不对 那以O叫做阳性的 那就说明一个问题 这个Nosotras 它是 这个我们指的是什么 男的 要么这个我们都是男的 要么有男有女 也就是肯定带男的 那这个Nosotras呢 都是女的 好 那同样的道理 大家看一下 你们 就是Vosotras Vosotras 那也就是说 Vosotras 要么这个你们 都是男的 要么有男有女 那这个Vosotras 都是什么 都是女的 这个你们 都是女的 然后再有 男他们 Ejos 女他们 Ejas 您们诸位 是Ustedes 那我问大家 一个问题哦 如果这个 他们有男有女 你会选择哪个 Ejos 对不对 好 这这个主语 人称代词 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哦 yo yo tú tú él él ella ella usted usted nosotros nosotras vosotros vosotras ellos ellas ustedes ustedes 好 这这个主语 人称代词 那接下来 咱们可以这样来说 比如说我是 我完全可以不加主语 刚才我讲了 如果主语明确的情况下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加上 那我可以怎么说 Yo soy 那你是呢 Tu eres 他是 您是呢 L es ella es usted 我们是 Nosotros Somos Nosotras Somos 你们是 Vosotros Soys Vosotras Soys 他们 他们 你们是 Ejos Son Echas Son Ustedes Son 好 就这个主语 人称代词 和 ser 这个动词 辩位 给大家讲完了 那还有一点 也要告诉大家 你怎么来造句子 那也就是第一课 补充给大家的内容 咱们书上第一课没有出现 就是交给大家一个句子的语序 那你想想咱们西班牙语当中 这些句子 简单句都分成哪几类 是不是跟英语一样 它会有陈述句 对不对 一般语文句 还会有什么特殊语文句 那么陈述句的语序是怎样的呢 那陈述句 是不是就相当于 我是Olivia 你是Bago 她是Elena 我们是朋友 这样的这些句子 是不是都是陈述句 那这个语序 跟中文是一样的 跟英语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你就可以采取一个 主语加位语 也就是说简单一些 明了一些 主语 然后再加动词 这个动词一定指的是 辩位动词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原型动词 是看成动词原型 不能直接句子里头往上扔 对不对 所以就是主语 加成动词 有啥 你再加啥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是Olivia Yo soy Olivia 是不是主语 动词再加其他 而且问大家一句 那在这儿 这个Yo 我能不能省略 是不是完全没问题 因为soy 只能是谁是 你 只能是我是 好 然后再接下来 看一下这个句子 Nosotros Somos Amigos Nosotros Somos Amigos OK 好 Nosotros这什么意思 是不是我们 那somos 是不是动词 还是主语 然后再加上动词 Amigos 朋友 我们是朋友 然后有啥 你再加啥就行了 很简单 对不对 大家可不可以自己 造一个句子 比如说 他们 是男女朋友 应该怎么说 男他们 还记得吗 Acios Acios 那我刚才说了 男女朋友 为什么还要用Acios 是不是要带男呢 就用阳性的那一句 那他们是 那个动词是什么来的 Song 还记得 男女朋友 Nobios 没有问题 Acios Song Nobios 主语 动词 再加其他 是不是你看西班牙语造句 就跟你搭积木一样 你把这些词给他累好 这就可以了 好 这是这个陈述句的语序 那接下来 一般疑问句 一般疑问句的语序 是怎样的呢 那比如说 你就可以用陈述句的语序 加上声调 这一点是跟英语 所不同的地方 我相信刚才我一说到 一般疑问句的语序 是怎样的呢 脑子快 同学肯定会在想 呀 英语当中是怎样 是不是动词和主语 倒庄 那咱们西班牙语当中 陈述句和一般疑问句的语序 相对来说 比较随意 那就一般疑问句而言 那你就完全可以 陈述句的语序 给它加上调 就可以 你不用想 哎呀 倒庄 我先说哪个 再说哪个 没有必要 所以比如说 还记得刚才那个句子 说 我说Olivia 你要是问 你是Olivia吗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 一般疑问句 你完全可以说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你看这个问号 是不是句首要有倒问号 句尾要有正问号 对不对 再有 一定要用声调 因为西班牙语 一般疑问句的语序 相对来说随意 刚才我已说过 如果你要不用声调 你说的是 Du eres Olivia 如果你跟我说话的话 我肯定听不愣了 你是Olivia 我肯定说 嗯 怎么了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要用声调 才不会让对方产生歧义 Du eres Olivia 没有问题 好 那有同学说 老师我就习惯用英语的那种允许 动词和主语倒庄 可我可以 完全没有问题 那如果动词和主语倒庄 那你是不是就要说 Eres tu Olivia Eres tu Olivia Eres tu Olivia 没有问题 好 那再比如说 那怎么回答呢 说嗯 我是Olivia 那你是不是这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 相当英语当中 Yes 那个词 咱们西语当中是 C C 比如说 你是Olivia吗 我就可以说C 我还可以好几个C 连着一起用 比如说 CC CC 没有问题 C 它相当英语当中 Yes 是的 那大家注意到没 C 像头有没有中音符号 是不是也有 我不加中音符号 念不念C 也念 那但是 它也得加 那这是为什么 刚才我讲过 如果说发音没有任何改变 是用来区分单词 因为如果说C 不加中音符号 这个怎么读C C呢 它就相当英语当中 If 这个词 如果的意思 好 C 所以Olivia 人家问你 你是Olivia吗 说是 我是Olivia 这是不是一个 肯定回答 如果我要是说 我不是Olivia 那不是是哪个词 No No 这是不是跟英语当中一样 但是发音有些许不同 还是这个O这个音 你嘴是不是要求远了 No No 那不是呢 那大家又再回想英语 你会说 I I am not 那是不是还会有一个否定词not 咱们续语当中没有not这个词 那这种否定词都是not 那就涉及到这个not的位置 这点跟英语不同 在否定句当中 你英语在否定句当中 这个not是放在哪 变位动词的后头 对不对 咱们续语 当中这个语序和中文一样 你想 我想说 我不是Olivia 是不是先说的我 主语 不 是 是不是先说的no 再说的动词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 按刚才我所说的那种技法 跟中文语序一样 先说不 再说是 说的是 No No Soy Olivia No Soy Olivia 没有问题 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句子我没有加主语 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正确 如果说我要加一个主语 我加在哪里 是不是刚才我说先说不 再说是 不和是要紧跟 那这个主语 是不是要可以加在最前呢 加在这里 没有任何问题 我 No No Soy Olivia 没有问题 那大家还要注意 最后提醒大家注意 因为有同学英语实在中毒太深 要注意否定句当中 他句子顺序 先是主语 然后再加no 再加变位动词 尤其是这两个部分 no和变位动词的位置 一定要把no放在变位动词之前 任何一个变位动词都是如此 在否定句当中 no 一定要放在变位动词之前 那对应se的这个词 那是不是你要注意 和中文语序一样 先说不 再说是 那再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再跟我练一练 你们是朋友吗 大家想一想 这个句子你应该怎么说 你们是朋友吗 你们是 哪个圣经文是 sois 那我可以不加主语 我要加我加谁 vosotros 那我可以怎么说这个句子 vosotros sois amigos 没有问题 vosotros sois amigos 这是我用的陈述句的语序 加声调 对吗 我是不是还可以怎样 动词和主语 倒装 是不是也可以 那应该怎么说 sois vosotros amigos 没有问题 sois vosotros amigos 如果是肯定会答说 我们是朋友 是的 那是哪个词 s 有中音符号 对不对 s somos 我们是 amigos 那要说 我们不是朋友 那你可以怎么说 no 那我们不是 no的位置放在哪 是不是放在变位动词之前 先说不再说是 所以你要说的是 no somos somos amigos 好 大家学会了吗 一般语文句的语序 还交给了大家 肯定回答和否定回答 大家再跟我回想一遍 一般语文句的语序是怎样的 是不是你可以用陈述句的语序加声调 然后你还可以动词主义到庄 都对 没有问题 然后再有肯定回答说是 那应该用c 不是 no 否定句当中 no的位置放在哪 变位动词之前 对应sed这个动词 先说不 再说是 好 这是第二个句型 一般语文句 那么第三个句型 特殊语文句 那英语当中也有特殊语文句 对不对 其实c当中 特殊语文句的语序 和英语是一样的 特殊语文句的语序 大家要注意它是最最固定的 那你想想英语当中 特殊语文句的语序是怎样 是不是特殊语文句 然后再加动词 西语当中也是如此 一定要注意 特殊语文句的语序 最为固定 先说特殊语文句 然后再加变位动词 剩下的你可以稍微随意一些 但是特殊语文句 后边一定要紧跟变位动词 好 那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有同学说 老师 您讲的是特殊语文句 您给我放一肯定句干嘛 我是Olivia这个句子 大家发现我把Olivia画了一个横线 对不对 那现在呢 这样 我是不是要对Olivia提问 那这个问的是什么 你是谁 你是谁 那大家想想谁一出现 是不是就意味着出现了一个什么 特殊疑问词 特殊疑问词 那不就外乎有谁啊 什么呀 怎么 在哪啊 等等 好 那这个谁在西语当中 是哪个特殊疑问词呢 Gin 一会儿单词里头也会出现 我就先讲了 Gin这个词 那么像Gin这个词 是你见到的第一个特殊疑问词 它就相当英语当中那个who 它是一个疑问什么词 疑问代词 你还记得刚才我跟你讲 这个代词是做什么用的吗 是不是替代名词用的 那我是不是在问这个名词 我问这个代词 这是谁 对不对 好 那大家一定要通过 你见到的第一个特殊疑问词 学的第一个特殊疑问词 掌握一个重点 西语当中 只要是特殊疑问词 都有重音符号 而且还加在哪 自身的重音位置上 那比如说你看这个Gin 大家可以划分一下它的音节 给大家写开一点 那大家看它几个音节 通过之前咱们语音知识的学习 你肯定可以判断出来的只有一个音节 对不对 好 大家看孤和乌 这两个字母 是不是发的一个音 因为西语当中孤自己不发音 对不对 然后再还有一和A 看起来是两个原因 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二重原因 对吗 一强一弱或者两个弱可以构成二重原因 一是弱原因 A是强原因 刚刚好 所以这个Gin 它是一个单音节词 那么如果二重原因 正好在中读音节上 哪个应该更强一些 有强有弱 按照正常人逻辑 肯定是强原因更强 对不对 所以我读的是Gin 是不是这个A会更强 那大家发现它的重音位置 是不是在这 那刚才我说了 西语当中只要是特殊疑问词 都有重音符号 而且重音还要加在哪 自身的重音位置上 那是不是我要把它加这 那有同时说 老师要是不加呢 你还记得刚才我给你讲 重音符号的作用吗 重音符号作用 第一点 是不是要告诉你 这个单词重音 第二点是什么来着 是不是区分单词 那也就是说 特殊疑问词 如果不加重音符号 它就不是特殊疑问词 是另外其他的词 比如说 它可以是关系代词 明白 那再比如说了 给大家举个例子 Gin 你见没见过这个词 这个词可能大家更好理解 那打招呼的时候 你会说你好吗 那你会怎么说 getal 对不对 getal 那这个get 它也是一个特殊疑问词 它就相当英语当中 那个what 什么 那这个get几个音节 就一个 对不对 姑和乌两个字母 发一个音 就一个原因 好 那我也得加重音符号 我不加重音符号 这就不是特殊疑问词 所以 这就是通过一个gin来告诉大家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西班牙语当中 只要是特殊疑问词 都有重音符号 而且重音符号 加在自身的重音位置上 好 咱还回过头来 再说这个句子 刚才我说 对Olivia提问 对不对 我说Olivia 那现在我想说的是什么 你是谁啊 那刚才我说谁 是哪个特殊疑问词 gin 有重音符号 对不对 那我又说了 特殊疑问诀的语序是怎样 特殊疑问词 加动词 哎 加啥加啥 后边 那特殊疑问词完了以后 动词 你是 怎么变 eres 那如果我要想加一个主语呢 加的是谁 你 对吗 quien eres tu quien eres tu 没有问题 好 对这个 那再比如说 大家看下边这个句子 quien eres Asia quien eres Asia 这下意思 她是谁 对不对 是不是也是特殊疑问词 动词再加其他 那答案你可以回答吗 她是苏莎娜 那你可以怎么说 Asia As 苏莎娜 没问题 好 那下边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L Es Sandiao 还借这个L 男他 他是圣地亚哥 对不对 那我要是同样对圣地亚哥提问 那大家自己想一下 这个句子应该怎么说 是不是我想问 他是谁 quien S S L 没有问题 好 那接下来 再让大家看一个句子 Asia Esos Song Bébé Ibaco Esos Song Bébé Ibaco Bébé Baco 是西语教材当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两个名字 Esos 是不是 男她们 她们是贝贝和巴科 那大家看 如果我对贝贝和巴科提问 这时候我应该用哪个特殊语问词 比如老师 Bin呢 不讲了吗 您不是就问 她们是谁吗 可是 大家别忘了 刚才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我对单数提问还是负数 是不是对单数提问 那接下来这个例子呢 我是对单数提问还是负数 负数 那我就有下一个问题 那Gin这个特殊语问词 有没有负数 一定可以有 因为它是一个疑问代词嘛 它是替代名词用的 对不对 对单数提问 你用的是Gin 对负数提问用的是谁 这是不是以负音结尾的 怎么变负数 加AAC 对不对 Ginness 那它要不要加重音符号 刚才我是怎么说的 只要是特殊语问词都有中音符号 而且加在哪 自身的中音位置上 所以我要加在哪 A上 对吗 好 那大家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句子 AAC 那这个句子 提问应该怎么说 特殊语问词 是不是这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 好 那到这儿呢 咱们句子的语序 给大家补充的 就讲完了 大家请再跟我回想一遍 第一个 我是给大家讲的 陈述句的语序 是不是非常正常 主语加上动词 然后再加其他 那第二点 我讲的是 一般疑问句的语序 一般疑问句的语序 是怎样的呢 那这一点跟英语 有些许不同 你可以用陈述句的语序 别忘了加声调 你是Olivia吗 你可以怎么说这个句子 那还可以动词主语 倒装 这也没有问题 你可以怎么说 我还交给大家 肯定回答和否定回答 肯定回答你会说 那否定句的位置是怎样 是不是先说不 再说是 要放在变位动词之前 然后再有第三点 给大家讲的什么 特殊疑问句 特殊疑问句的语序 最为固定 先说特殊疑问词 再加动词 再加其他 那同志还给大家讲了一点 特殊疑问词 都有什么 重音符号 对不对 那这个重音符号 而且架在哪 自身的重音位置上 大家刚才接触了 第一个特殊疑问词 GIN GIN有重音符号 而且它是一个问代词 对单数提问你用GIN 然后对负数提问用哪个 GIN 没有问题 好 那到这里 咱们第一课的语法 都给大家讲完了 好 同学们 咱们继续下一个部分 要学习第一课的词汇和课文 好 咱们先看一下第一课都有哪些词汇 大家可以打开你的课本 看一下书上的第三页 然后或者是看的屏幕 这都没有问题 都给大家打出来了 好 那我先带大家 都读一遍 好 c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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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amarse llamarse de llamas te llamas ana ana hola hola bueno buena día día buenos días buenos días paco paco yo yo ser ser soy soy y y tú tú me llamo me llamo ellos ellos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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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mi amigo amiga 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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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 llama se llama se llama Su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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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l él Tomá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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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te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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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pañol española cubano cubana chileno chilena engandado engandada de conocer conocer los las mucho gusto mucho gusto es es usted usted profesor profesora sí sí chino chino a a a nuestro nuestra entonces entonces somos somos su su alumno alumna que tienes él él chico chica mexicano mexi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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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o china 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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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s dos estudiante estudiante 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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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os esas joven joven ellos ellas ese esa man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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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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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ameño panameña El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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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io novio novia que va que va solo solo 好 咱們讀了一遍以後你會發現什麼 是不是剛才讀的這些單詞 你好多都已經知道了 比如說 Guinness 然後再比如說 usted 等等等這些 好 那咱們還是從第一個說起 那咱們書上出現的第一個單詞是誰 como 然後它是一個副詞 怎麼 那大家要注意 那你在看這個詞的時候 como 問大家 它加了一個重音符號 對不對 如果說我不加這個重音符號 那麼這個單詞應該怎麼讀呢 是不是還依然應該是 como 那它為什麼要加重音符號 咱們在語法那一部分 我是不是給大家講過 加上重音符號和不加重音符號 如果讀起來沒有任何區別的話 那它是用來幹嘛 區分單詞 對不對 好 那也就是說兩個gomo意思是不一樣的 那麼 我還給大家講了一點 西班牙語當中 只要是特殊疑問詞都有重音符號 對不對 而且重音還在哪 自身的重音位置上 那大家看這個gomo 重音應該在哪 以元音結尾的單詞 重音應該在倒數第二個音結 是不是重音就是在這個g 那它呢 又加了一個重音符號 那大家第一反應 它是不是應該是一個特殊疑問詞 沒錯 它是一個特殊疑問副詞 怎麼 那這個詞就相當英語當中那個how 那比如說 大家利用這個特殊疑問詞 你就可以造一個句子 Olivia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 那大家還記得特殊疑問句的語序嗎 是不是特殊疑問詞 完了以後什麼詞 動詞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句子應該怎麼說 como 那Olivia是怎麼樣呢 那這個詞你應該用第幾人稱的變為 主語是誰 Olivia 對不對 那Olivia是不是三單 那所以你應該找ser這個動詞 第三人稱單數的變為 那這個句子是不是就出來了 那應該是como es Olivia 這是不是就可以了 沒有問題 好這這個como 那大家接下來看第二個單詞 第二個單詞 ijamarse 它是一個動詞 然後但是你會發現 像這個動詞 它並沒有按照普通來標一個動詞形式 而是用了這四個字母 這個動詞叫做叫什麼什麼 名字 那有同學就會想到 我在語法當中給大家介紹過 西班牙語當中 動詞給它看成動名 動詞原型給它看成動名詞 而且所有的動詞都是以什麼結尾的 r r ir 那眼見的同學會發現什麼 老師 您這個單詞 既不是以r r ir 然後呢 它是不是最後有一個say 這一類動詞 它是比較特殊的 它叫做自負動詞 像這個動詞呢 怎麼用 或者是它代表到底是什麼意思 現在你先不用管 因為你現在理解不了 咱們剛學西班牙語第一天 對不對 那之後咱們會在語法部分 給大家做細緻的講解 你先作為一個了解 那自負動詞 它是由什麼構成呢 它會由動詞 然後再加上一個自負代詞 say 那大家再看 say它是不是有了 那這個動詞 是那個詞 iamar 這時候你是不是也就舒服了 那你看這個動詞 是以什麼結尾的 以r結尾的 對嗎 好 那這個詞呢 你先不要管 那根據這個詞 叫什麼什麼名字 我需要大家直接記它的變化 那也就是說 咱們平時用的比較多的是什麼 是不是我叫 你叫 他叫 您叫 大家直接記 變位了的動詞 在句子當中 能夠用到就好 好 那麼我叫 那麼我叫 大家一定要記 我叫是 me iamo 我叫是 me iamo 那麼你叫呢 te yamas te yamas 他叫 您叫是 se yama se yama 記住了 再重複一遍 我叫 什麼什麼名字 是 me iamo 那麼你叫什麼什麼名字 是 de yamas 他叫什麼什麼名字 是 se yama 那這個他 不光包括男他 是不是還是要包括什麼他 女他 對不對 而且還要再包括什麼 您 我是不是給大家講過 西語當中只要帶您字的都跟第幾人稱 第三人稱 那有屯說 老師那麼我們叫呢 你們叫呢 他們你們叫呢 因為在現實生活當中 就算用中文 你是不是也不會說 我們叫什麼什麼 因為大家名字都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你會說我叫Olivia 她呢 叫什麼什麼 所以大家只用幾 三個 單數的 這就可以了 好 那我相信你肯定會有這樣的疑問 就是說老師 那這個me de se 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你不用管它 因為你現在還是理解不了 那我需要大家記得是什麼 你要把meyama 兩個單詞給他整個的看作是一個動詞 看作一個變為動詞就好 那同樣的道理 deyamas 兩個單詞給他看作一個變為動詞 seyama 同是如此 能明白 好 那麼大家可以造一個句子 我叫Olivia 那你想要在學這個單詞之前 你想表達我叫Olivia 你只能用sey 你只會說我是Olivia 對不對 你說的句子是什麼 我 soy Olivia 當然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這個yo可以省略 對嗎 因為soy已經完全代表了主語 那現在呢 你是不是也完全可以說什麼 那現在呢 me iamo Olivia 這兩個句子都是對的 Yo me iamo Olivia 是不是也沒有任何問題 那我問大家 這個yo可不可以省略 完全可以 沒有任何的問題 因為meiamo 只能是誰叫 我叫對不對 因為你叫是deyamas 他叫您叫是seyama 好 Yo me llamo Olivia 那你現在啊 不光可以造成數句 一般語文句可不可以 是不是完全可以 那你可以怎麼來造 你叫Olivia嗎 你叫Olivia嗎 大家還記得你叫是什麼嗎 是不是deyamas 那大家是不是完全可以用成數句的語句 加聲調 對不對 好 那你主語是不是du 然後你叫Olivia嗎 那你叫deyamas Olivia 好 這是一般語文句的其中一種語句 那麼另外一種語句你還可以什麼 動詞和主語倒裝 那也就是說 大家還記得剛才我給你講 我說你不要管me dey se 是幹嘛式的 你只需要把deyamas meiamo等等 這兩個單詞整個的看成動詞 那是不是大家會發現動詞它在這裡 那動詞和主語倒裝 那這個主語我應該放在哪 是不是放在動詞的後頭 那這樣一來 這個句子變成了什麼 是不是就是 deyamas du Olivia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能夠理解 好 那麼大家再跟我練一個 那比如說我想說 您叫Sandiao嗎 您叫 好 那陳述句的語句加聲調 您是哪個詞 usted usted 那這個句子你可以怎麼說 usted se llama Sandiao usted se llama Sandiao 沒有問題 那我要動詞和主語倒裝 那我可以怎麼說 se llama usted Sandiao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麼 動詞和主語倒裝 是不是整個的這兩個部分 看成一個動詞 主語應該放在這 能理解 那咱們還能回答 對不對 如果是肯定回答 大家還記得嗎 他會用哪個 see see 有中音符號 對不對 see 那我叫 me llamo 欸 那你這個句子可以怎麼說 see me llamo Sandiao 那如果說 嗯 我不叫Sandiao 那不 是不是no no 那不叫欸 那這個否定句的語句 大家還記得嗎 之前咱們講se 動詞編位的時候 是這麼跟大家講的 是不是跟中文語句一樣 先說不再說是 然後我又跟大家說的是什麼 在否定句當中 no 應該放在哪 變位動詞之前 對不對 所以你會說no soy 那現在呢 換了一個動詞 我不叫 那你這個動詞是誰 是不是me llamo 那不叫 那那個no 你應該放在哪 變位動詞之前 我又跟大家講 是不是兩個整個看成變位動詞 所以 是不是你會說no no me llamo Sandiao 那我再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你要加個主語加哪 主語應該加誰 我對不對 yo 那是不是應該放在這個no的前套 你會說no yo no me llamo Sandiao 沒有問題 因為no要緊跟著變位動詞 好 這是這個陳述句和一般疑問句 都讓大家造過了 對不對 然後再接下來 如果造一個特殊疑問句呢 我想說的是什麼 你叫什麼名字啊 或者是您叫什麼名字啊 那也就是說 看一個陳述句 me llamo olivia 我想讓大家對哪一個提問 說對olivia提問 那西班牙人的想法是怎樣呢 他想法是你如何稱呼 或者是您如何稱呼 這跟英語不同 英語裡頭問你叫什麼名字 用特殊疑問詞是what 那剛才我說了 西班牙人的想法是你如何稱呼 或者是您如何稱呼 他用的特殊疑問詞是如何 剛剛大家講完 如何 怎麼 是不是這個gomo 所以用特殊疑問詞應該是啥 gomo 那如果你要說你叫什麼名字 是不是你會說gomo de jamas gomo de jamas 那要是您叫什麼名字呢 是不是你會說 gomo se llama gomo se llama 那我問大家 比如說gomo de jamas 這個句詞 如果我要加上一個主語 我加在哪 主語是不是do 那你還記得特殊疑問詞 特殊疑問詞 動詞 有別的 你再加 是不是加在這do 那下邊這個也是同樣的道理 那你會說gomo se llama usted 那你就回答唄 me chamo Olivia me chamo Elena me chamo Santiago 是不是這就可以了 好 那jamarse 這個動詞就給大家講完了 沒有問題 那咱們再總結一下 通過jamarse 告訴了大家哪些信息 我是不是這麼給大家講 我說jamarse 它是比較特殊的一類動詞 你現在理解不了 之後咱們語法部分會詳細給大家講解 那大家要直接記 我叫是me chamo 你叫是de jamas 他叫您叫是se llama 然後需要讓大家把兩個單詞整個的看成一個便位動詞 對不對 對 好 那陳述句讓大家說了me chamo Olivia 我叫Olivia 然後讓大家找過一般英文句 你叫Olivia嗎 de jamas Olivia de jamas Olivia sí 肯定回答 對不對 那不我不叫Olivia 怎麼說的 no no me chamo Olivia no 要放在me chamo前頭 整個看成動詞 兩個單詞整個看成動詞 會說no no me chamo Olivia 然後如果說要是提問呢 你叫什麼名字 西班牙人的想法是 你如何稱呼 用的特殊的問詞是誰 como como te jamas como te jamas 好 就是這個jamarse 沒有問題 咱們繼續 好 看下一個動詞 de jamas 剛才已經給大家講完了 那現在就不做重複了 好 下一個單詞 ana ana它只是一個女名 對嗎 那像西班牙我最好的朋友也叫ana 她叫ana isabel 那我就可以說 我的朋友叫安娜 那我可以怎麼說 me 那你看 這個朋友應該用amigo和amiga 叫安娜的我相信沒有男的 而且這個單詞是不是還是以阿結尾的 音性味十足 那你會說 mi amiga 她叫 se llama ana 沒有問題 好 大家接著看下一個單詞 下一個單詞是ola 這是一個什麼詞 感嘆詞 對不對 你好 口語當中經常會用到 那比如說你見面 ola ola 結尾 還記得結尾 你好嗎 ola 好 然後像這個ola 大家經過語音部分的學習 那你肯定都知道 而且是不是不發音 在這還要強調大家一點 雖然它不發音 但是你書寫一定要加上 那大家記單詞一定要嚴謹 該有 而且有 該沒有 沒有 ola一定要有 如果說你要不加這而且 它就成了另外一個單詞了 好 然後再接下來 你在打招呼的時候 除掉用ola還會用什麼 那咱們一步步看 看下一個詞 怎麼讀 bueno buena bueno buena 大家看一下這個詞的詞性 它是一個什麼詞 形容詞 好 那大家會發現 老師 那您看這個好這個形容詞 比如說英語 它是不是good 那它只有一個詞 它為什麼還會有bueno 或者是buena呢 是這樣 那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西語當中 形容詞是做什麼用的 修飾名詞 對不對 那西語當中 名詞又有什麼之分 陰性 陽性之分 任何一個名詞 不論它有性別與否 是不是都有陰陽之分 那麼既然形容詞 來修飾名詞 那是不是要根據它所修飾的名詞 做相應的性或者是輸入的變化呢 一定要有 我再重複一遍 形容詞是用來修飾名詞的 那西語當中 名詞 有陰性 陽性之分 那形容詞 修飾名詞 要有相應的 性數變化 那像這一點 之後 語法當中 還會再具體給大家講 那第一課呢 你先作為了解 那比如說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 咱們的老師 San Diago 你會說 San Diago可好了 那你會怎麼說 San Diago S 他是好的 對不對 那好這個詞是用來修飾誰 San Diago San Diago 純爺妹 所以你應該用哪 陽性的形式 是不是你會說 San Diago S Bueno 沒有問題 那現在你說Olivia 好 那Olivia 我是女的 對不對 雖然有同學關我 你叫翻野 然後Olivia 是好的 那你會怎麼說 S Bueno 因為現在你Bueno 就是陰性名詞 那你就不應該用Bueno 你應該用Bueno 那你會發現 形容詞的 性的變化 是不是跟名詞 那個規律是一樣的 以O結為陽性 以A結為陰性 那也就是說 Bueno 是用來修飾什麼詞 用來修飾的是陽性的名詞 是用來修飾陽性的名詞 那麼Buena 是用來修飾什麼名詞 陰性的名詞 今天你接到這裡 ZUI 能明白 好 就是這個Bueno Buena 然後再接下來 看一下這個詞 Dia Dia咱們剛才講過了 對不對 那Dia 雖然是以A結為 但是它是陽性 它是天的一詞 我是怎麼教大家 我說白天嘛 都有太陽嘛 它肯定是陽性的 啊 那麼大家再跟我複習一下 以A結為是陽性的名詞 還有哪些呢 一個是Dia 讓大家記了三個 對不對 還有誰 Sofa Safa 還有誰 地圖 Mapa 那大家還記得 I O結為 但是是陰性的名詞 I O結為 是陰性的名詞 都有誰來的 是不是也讓大家記了三個 Mano 手 記得不 照片 Foto 摩托車 Modo Muy bien Perfecto 好 這個Dia 沒有問題 好 然後再接下來 大家看下一個 Buenos Dias 是不是把你剛才學到的這個Buenos和Dia 給你結合起來了 Buenos Dias 早上好 那有同學說老師不是早上好嗎 Dia它是啥意思 天 那您這個句子說的是什麼 天好 是這樣 西班牙語當中是和法語一樣的 如果你要說早上好上午好 用的並不是上午這個名詞 而是用天這個名詞 所以它會用Buenos Dias 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那你還記得Dia 天對不對 它用的是附属Dias 那前頭呢是Buenos Buenos 為什麼是Buenos不是Buenas呢 剛才我給大家講 形容詞修飾名詞要根據名詞做相應的性數變化 Dia以A結為 但是它是陽性的 所以說的是Buenos Dias 所以之後它還出門 然後見到一個朋友跟他打招呼 你可以說Hola 你還可以怎麼說 Hola Buenos Dias Hola和Buenos Dias 你是可以放在一起使用的 沒有任何問題 這是早上好 上午好 那麼同樣呢可以教給大家 下午好怎麼說 下午好是Buenas tardes 是不是 是不是跟Buenos Dias那個結構是一樣的 他只不過用了下午這個詞 這個詞真的是下午 下午這個詞是Darde 那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Darde這個詞它是陽性的還是陰性的 陰性的 對不對 對 因為我前邊用的是想Buenos Buenos 所以你可以判斷Darde 它是一個陰性的名字喔 好 那麼晚上好怎麼說呢 Buenos Noch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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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詞是晚上的意思 晚上 那麼大家是不是也發現 Buenos Noches這個詞是陽性的還是陰性的 前面用的是啥 Buenos 對不對 所以它是陰性的名字喔 Buenos Noches 那無論Dias還是Darde還是Noche 它用的都是什麼數 副數 對不對 好大家再跟我來一遍這幾個喔 早上好Buenos Dias Buenos Dias 下午好Buenas Dardes Buenas Dardes 晚上好Buenas Noches Buenas Noches 那我再給大家補充一句 像Buenas Noches 除了有晚上好的意思它有啥意思 晚安 那咱們學了這些日常用語 你一定要想著去用它 這樣才能記住 所以之後呢 你再跟你小夥伴睡前到晚安 或者跟家人睡前到晚安的時候 你就可以嘗試說一句什麼 Buenas Noches Buenas Noches OK 好 那咱們繼續 然後再接著看下的這個單詞 Baco Baco 難免 Paco 你也可以給它翻譯成Baco 非常常見的一個男生名 Baco 然後再接著看下的這個 YOU 逐語人稱代詞 語法當中已經給大家講過了 還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什麼 一定要注意 YOU 發音O 千萬不要跟英語去混哦 好 然後再接著 看下一個單詞 CEL CEL 那大家會發現前頭這個代表是動詞 對不對 後頭這三個縮寫代表的是什麼呢 細動詞 那細動詞CEL 咱們在語法當中也講過了 那這個就不再做重複 大家只需要注意 CEL 它是一個動詞圓形哦 是不是跟大家講 每一個動詞圓形 是不是都會有幾種變位 都會有六種變位形式 然後再還有動詞圓形 都是什麼 陽性 單數的名詞 動詞 都是以AR ER 記住這些 可以了 好 然後再接著看說我是 也講過了對不對 大家還記得 一直在重複 然後再接著看下這個 一 一 它是一個並列連詞 有同學可能看到這一個單詞呢 比較恍惚 他總覺得這是一個字母 而不是一個單詞 大家一定要注意 這就是一個單詞 它就相當英語當中暗的這個詞 是合語的意思 那一自己作為單詞 單獨使用 它發的音跟誰一樣 在語音部分咱們都已經學過 它和原音一發音一樣 對不對 對 那這個怎麼用呢 比如說 你問人家 OLA ケッタル OLA ケッタル 是不是 嗨 你好嗎 然後那個人會怎麼回答你 母語言 非常好 對不對 母語言 然後再接著你會反問 你呢 英語當中你是不是會說 And you 那咱們西班牙語當中 And用的是誰 I 對嗎 那你呢 用的是主語人生代詞 那你呢 I do I do 這時候就行了 那比如說 那您呢 那你會怎麼說 I I 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用的哪個特殊一本詞 Gomo I do Gomo I do I do Gomo I do Gomo 什麼樣貉絕 對 對不對 你 你的 好 好 然後再接著開下這個 me jiamo 我叫 然後再下邊這個 witnessing 他们是 然后这个咱们书上课本上写比较复杂 他们是 他们是 你们礼貌是 那这个你们礼貌是 代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就是你们是诸位是 只要带银字都跟第三人称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一下这个me 我的 那刚才我给大家说过 你的对不对 me是我的 好 那比如说 我的妈妈 我会说什么 me 妈妈 对吗 那再比如说我的朋友 我会怎么说 me amigo 那我那朋友要是女的呢 那我会怎么说 me amiga me amiga 没有问题 好 这是我的 那像这一类词叫做什么词 那它的中文名字是非常长的 它叫做非中毒 物主 物主 形容词 那有同学一看到这个名字 心里又害怕了 不需要 二 还是那样 咱们中国人的总结和提炼 起名字能力是非常强的 那你要知道这一类词的词性是什么词性 形容词就是名词 对不对 然后再有非中毒你不要管它 有两个字非常重要 物主 什么叫物主 是不是物的主人 那也就是来代表所属的 来代表什么所属 我的你的 他的您的 是不是这一类词 那么今天呢 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作为了解就好 之后语法当中 咱们也会细致的讲解 因为今天的课文里头会遇到它 所以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我的是me 那你的 刚才说过 do 他的so 那您的呢 是不是也是so 因为细语当中 你还记得我一直在重复 只要带您字都跟第几人称 第三人称 所以第一个是我的 me 我的 do 是你的 so 是他的 包括男他 女他 还有谁 您的 好 这是me 都so 那么我们的 作为了解 nuestro nuestro 你们的 nuestro 那最后一组 他们的 你们的 还是so 还是so 好 再重复一遍 我们的是 nuestro 你们的 你们的 nuestro 他们的 您们的 sou 那我相信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 说老师 那您看 无论是他的 他的您的 还是他们的 他们的 你们的 都是sou 这点不会混淆吗 你放心 有上下文 你绝对可以判断的出来 这之后也会更气质 给大家讲 那你先 消费知道有这么一个样 就行了 我的me 你的du 他的 您的sou 我们的 nuestro 你们的 buestro 他们的 你们的sou 那同学们经常会翻这样的问题 那就是这个nuestro和buestro 经常会跟谁混 主语人称代词 我们你们 你记得主语人称代词 我们是什么来的吗 nosotros 你们是什么 vosotros 是不是 千万不要混 如果你要忘记了 赶紧翻一下前面的笔记 好 这这个非中毒物主形容词 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 你记得我跟你讲 bueno的时候吗 我说西语当中的形容词 都是用来干嘛 修饰名词 非中毒物主形容词 它也是形容词啊 也是用来修饰名词 只不过它又比普通的形容词 多一点意义 那是在于哪 是不是来代表所属是谁的 那西语当中名词 有阴阳性单辅出的变化 它是不是也要做相应的调整 肯定是要 那比如说 我的摩托车 你会说 mi modo 那我要想说 我的摩托车们 那你会怎么说 是不是摩托车们 这时候 它是不是就变幅数了 它是modus 那这时候这个mi就是它 那你应该变成啥 要跟名词性数一致 那它不涉及到有性的问题 只有数的问题 所以它需要 mi's modus 你先有一个印象就好 之后的语法 咱们会细致的讲解 那这个印象就在于哪 形容词就是名词 要跟名词的性数保持一致 好 这是这个mi 我的 然后接下来 下到这个amigo amiga 大家已经很熟了 普通朋友 对不对 那大家还记得男女朋友吗 novio novia novio novia 大家可千万不要用错了 用错了 事都大了 对不对 大家看下一个词 Asia 逐于人生代词他 那咱们书上标的比较细致 还有一个宝盖他 这个宝盖他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是不是代表他没有性别 不像一个人 性别那么明显 对不对 那代表说messa 好 那这个messa 为什么也给他归到这一类 是不是只要它是个名词 它就有阴性 阳性 这样的归类 那这个messa以阿杰为阴性 所以给他归到这一组 没有问题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的这个单词 Sesama 刚才讲过了 不再重复 好 下边这个Susama 女名 也没什么好说 好 下边这个L 南他 A主语人称代词 下边这个Domas 那像Domas这个人名 英语里头也有 但是要注意 咱们西语当中这个写法并没有 而且再有重音在哪 重音是不是在mas上 因为A上都有一个重音符号 一定要跟英语分开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这个Ustedes 你们 你们礼貌式 是不是就所谓的 诸位 您们 这不再重复 再接下来看下边这个单词 Espanyol Espanyol 西班牙人 通过一个西班牙人 就要告诉大家某一类词的特点 那比如说 西班牙人这类人是来自于哪的 西班牙对不对 西班牙这个国家怎么说来的 Espania Espania 国名要大写 还有印象 专属名词 专有名词 Espania 那接下来 Espanyol 大家觉得非常好奇的是在于哪 Espanyol这个词 既可以是西班牙语 又可以是西班牙人 你是不是就混淆了 那像跟他 跟国家同词根的这类词 大多数情况都是怎样 一词三用 好 大家请看 第一用 阳性单数的名词 emme的时候 代表是什么 这个国家的语言 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的语言 那也就是说西班牙语当中所有的语言 中文 日语 法语 韩语 德语 这些都是什么性的名词 阳性 然后再接下来 第二用 它可以表示什么 这个国家的人 这个国家的人 那Espanyol 这是不是西班牙男人 那么西班牙女人呢 大家还记得我跟你讲的名词的身份职业如何变化吗 是不是以辅音结尾的后边讲 就是咱们书上出现的Espanyola Espanyola 这是不是就是西班牙女人 然后再有第三用 形容词 当什么讲 这个国家的 那对应Espanyol来说 它当形容词的时候当什么讲 是不是就是西班牙的 西班牙的 没有问题 好 这就是这个义词三用 之后还会看到类似的 还会再给大家讲解 会了西班牙 一定要知道一下咱们的祖国 对不对 好 大家看 中国是什么 China 国家一定要大家写 跟它同词跟的中文小写Chino 你还记得我说这类词 意思极用 三用 对不对 第一用 阳性单数 中文 汉语 然后再有第二用 是不是可以指人 中国人 那中国男人是Chino 中国女人呢 在语法不分 给大家讲身份职业变化 以欧结尾的 是不是欧变 China 中国女人 那有同学会有这样的疑问 说老师 那我要说China 是不是就跟国家混了 不会 还是有上下文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头 第三个 形容词 当什么讲 中国的 中国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国家大写 表示的国籍啊 语言啊 人啊 然后这些都不会大写 好 这这个 Espaniel Espaniel 然后再接下来 看一下这个 Gubano Gubana 古巴人 古巴人 嗯 好 那像古巴人也是 大家知道古巴怎么说吗 用西班牙语 之前我问大家 班里的学生 他跟我说这个词念 Guba 我说你这是汉语评音 对不对 那咱们西语当中 B在这儿 不能发B这个音吧 所以你读起来应该是Guba Guba 没有问题 嗯 好 那你这个Guba 古巴国家大写 那Gubano 那这个词很遗憾 它就不能一词三用了 为什么 因为古巴说的是什么语 Espaniel 西班牙语哦 所以Gubano 它可以表示人 对不对 古巴人 古巴女人 古巴拿 那还可以当形容词 当什么讲 古巴的 古巴的 好 然后下这个 Chile no Chile na 治理人 那这个国家呢 治理大写 对不对 Chile Chile 然后一定要注意国家大写 你知道这个词 如果要是小写 这什么意思吗 辣椒 那种红辣椒 一定要注意 然后像Chile no 这个词也是很遗憾 它也只能一词两用了 为什么 它的官方语言 也是什么语 西班牙语 很强大 是不是 因为这些国家 它都在拉美 那所以Chile no 可以当 它可以指人 治理人 那Chile na 治理女人 还可以做形容词 治理的 大家接下来看下的这个词 Enganado Enganada 那它书上标的这个词性 是什么词性 两个B 这个标法 是不是跟英语是一样的 它代表是哪一类词 过去分词 对不对 那么过去分词 大家都知道 在英语当中用法 它是不是可以构成什么 复合实态 完成实态 被动语态 西班牙语也可以 但是咱们只是第一课 你还可以利用过去分词 另外一种用法 是不是给它看作形容词 那么给它看作形容词 它是用来干嘛 修是名词 你还记得 我之前给大家讲 形容词 西班牙语当中 修是名词 要跟名词的性数 做相应的变化 那像Enganado 你什么时候会用到 这一个词呢 比如说 这两个人 是首次会面的 老实话话不好 一定要包含 那比如说 这个人 是Olivia 那么另外一个小人呢 Sandiao 比如说 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 Olivia 第一次认识 Sandiao 那Olivia 会说什么 Hola Me llamo Olivia 我叫Olivia Y tu como te llamas 是不是Olivia 问的 你叫啥呢 Sandiao 就会这么说 Hola Me llamo Santiago 然后这时候 Olivia 就会说什么 很高兴 认识你 是不是 那也就是说 那也就是说 Olivia 说 初次会面 认识人家 很高兴 是不是就相当于英语当中的 Nice to meet you 那么我问大家 Olivia 要说出来 很高兴认识你 她是要用 Enganado 还是要用 Enganada 那大家想想 这话是Olivia 说的 那Olivia 说很高兴 认识Sandiao 是Olivia 高兴 还是Sandiao 高兴 正常人的逻辑 是不是咱们都会认为 应该是Olivia 高兴 对不对 那么Olivia 她又是英语的 所以你要用的是谁 Enganada 那如果换一种场景 说是Sandiego说 我很高兴认识你 那么Sandiego就会说什么 他是男的 对不 Enganado 所以大家今天 形容词这个变化 你先作为了解 在这个词身上 你可以简单的 给他认为什么 男的说很高兴认识你 是Enganado 女的说很高兴认识你 就得是Enganada 没有问题 那么咱们西语当中啊 它有一个特点 是非常机会重复 比如说Olivia说完 Enganada Sandiego说Enganado 还合适吗 用这个词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为了避免重复 会用另外一个词 一会儿也会出现 叫做Mucho gusto Mucho gusto 那大家要注意 Mucho gusto 它也是什么意思 很高兴认识你的意思 那么这个Gusto 与Enganado Enganada 不同的在于哪 Gusto 它是一个名词 阳性单数的名词 那这个Mucho 它是一个啥意思 是不是相当于英语当中的Much 多多的 它是一个形容词 是很高兴 很荣幸 这样的意思 那么Olivia说完 Enganada 这时候Sandiego 就应该说什么呢 Mucho gusto 不是说 他用Enganado 不对 而是说不好 是为了保持词汇的丰富 避免重复 选择另外一个 那我问大家一句 那如果Olivia说 很高兴认识你 用这一组 他需要把Gusto 变成Gusta吗 记住 绝对不用 为什么 Gusto 它就是一个名词 在这个词诞生的时候 老天爷已经把他的词性定好了 以O结尾就是什么性的 就是阳性的 明白 所以Mucho gusto 它永远只能是Mucho gusto 那么Enganado 它才有变化 女的说是Enganada 好 没有问题 咱们继续 二 看下的这个单词 D D这个词 词性是什么 然后这个标法 是不是也跟英语一样 咱们管这类词叫做什么 借词 借词 然后像D这个借词 更像汉语偏音 嘚嘚 那这个D 这个借词应该怎么用呢 那像这个词是你们在学习西语过程当中 见到的第一个借词 那我可以简单来说 它是相当于 它是相当于英语当中的几个借词 相当于两个 一个是Of 一个是Of 再有另外一个是啥 From 我这么说 大家是不是可能就明白了 那么我再问大家一句 Of你什么时候用 Of你什么时候用 咱们先说它最基本的用法 首先一个 它是不是可以表示什么 所属 什么叫做所属 是不是就意味着是谁谁的 那打表说 Olivia的朋友 那你会怎么说 写下边 Amigo 谁谁的朋友 De Olivia 对不对 这表示的是一种所属 那再比如说 Santiago的摩托车 我中心词是谁 是摩托车 Moto 谁的呢 表示所属的前置词 借词你应该用哪一个 De Santiago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前置词De 第一个 它可以表示所属 那咱们这个Of 第二种用法是什么呢 它可以表示一种修饰关系 比如说 西班牙语老师 老师这个词还记得吗 Professor 这是不是中心词啊 我想说的是什么 老师 什么的老师 西班牙语的老师 那是不是就会加上一个De 在这儿充当的是一个什么关系 修饰关系 会说Professor De Espanol 那再比如说 西班牙语课 是咱们现在正在学的 对不对 它想这个结构当中 中心词是西班牙语 我还是想表达是课呢 是不是我想要表达是课 Glase 这个词没学之后会见到 Glase Glase De Espanol 没有问题 它可以表示修饰关系 那也就是说 De Espanol 整个的借词 然后再加上一个名词 在这儿呢 是来修饰的是谁 前头的中心词 老师 Professor 或者是什么 Glase 然后再接下来 第三种用法 De 咱们刚才讲完两种 一种是所属 一种是修饰 相当于of 那么还有第三种 From From它表示什么 来自哪哪哪的 对不对 那学完借词De以后 那大家是不是就会表达 我是中国人 那我是中国人 那这句话应该怎么说 是不是我是从中国来的 那大家还记得我是吗 写这儿 So So 然后再接着呢 De China 在这儿China 它是不是一个国家 我必须要怎么写 我说必须要大写呢 那如果你要不大写的话 这是不是会有起义 再有 大家想想 加这个借词De 是不是非常有必要 那如果我要是不加的话 那这就成了什么意思了 我是中国 天哪 我可代表不了整个中国 对不对 So De China 那么前置词De 今天这个用法 我只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三个 随后咱们还会更细致的讲 你先作为了解 它是相当英语当中两个界词 一个是of 一个是什么 from of当什么讲 所属关系 谁谁的 再有一个是修士关系 from当什么讲 来自哪哪哪的 这就足够 好 然后接下来咱们看下这个词 conocer conocer 大家看一下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De和R 代表的是什么 极物动词 咱们英语当中 是不是会用V和T来代表极物动词 咱们西语当中来表示极物动词的 你可以用De和R 也可以用V和D 这都是没有问题 那么极物动词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也就意味着 这类动词后边可以带什么 直接冰语 是不是 那比如说给大家拿中文句 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亲了它一下 那你想在这个句当中 主语是我 对不对 动词是啥 亲 那这个亲的直接对象是啥 是不是他 他在这个句当中做的是什么 直接冰语 这亲在这个句子里头 就是一个什么动词 极物动词 然后再接着有极物动词 是不是就有不极物动词 不极物动词 咱们可以用 interceptive 那是不是全都加上一个E和N 或者是用英语的那种 V和E 这两个字母来代表不极物动词 这都是可以的 都没有问题 不极物动词代表什么 是不是后边不能带直接冰语 也就是它没有动作的直接对象 这就是不极物动词 之后咱们还会再细致的讲解 以后带给大家讲 好 那这是Gonofer 极物动词 认识 了解 那它肯定是一个极物的 比如说很高庆认识你 那会说什么 是不是Gonofer 认识的直接对象就是你 它有直接冰语 那像这个句子 它已经非常高级了 那这个语法 我不希望大家在这里 这样去细究 我只需要大家把这个句子记住 之后咱们再会 之后咱们会学习 这类句型的结构 是怎么来的 咱们先看下一个 Los Las 然后它是一个冰格代词 这个语法 这种词呢 稍微有点复杂 咱们之后再讲 一会儿课文里头呢 会出现 那课文里头出现的时候 我告诉你 它是什么意思就好 今天咱们第一课 不要揪那么多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一下 这个Mucho Gusto 刚才是不是已经 给大家讲完了 不再重复 然后下边这个 Es 他他他您是 没有问题 Ser 这个第三人称单数的 动词辩位 然后下边这个 Usted 之前也讲过了 对不对 Professor Professora 也给大家讲完了 就不说了 那还是强调 那一点 在西语当中 Professor Professora 他只有老师的意思 没有任何教授的意思 然后再接着下头 这个C 是的 对 那这个咱之前也讲了 那么Chino 汉语中文 刚才再给大家讲 某一些词 一词三用 是不是给大家讲过了 阳性单数中文 一些第二用 可以指这个国家的人 对不对 Chino是中国男人 China 中国女人 还可以第三用是什么 形容词 中国的 啊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什么词 感叹词 啊 那西班牙人的语气啊 表情啊 手势啊 都是非常丰富的 那比如说 Soy de China 那如果你要是去一个西班牙的小镇 然后呢 你要说了这样一句话 Soy de China 我是中国人 大家还记得刚才说的那个句子 Soy de China 然后如果说那个小镇的人 没有太见过亚洲人 更没有太见过中国人 这时候他是不是非常表示惊讶 就说 啊 是吗 嗯 好 就是一个语气词咯 然后再接下来 看一下这个单词 Nuestro Nuestra 大家还记得这个词吗 我是不是在这一片写的 这座叫做非中毒物主 形容词 是不是我们的 那这个也不再重复啊 是不是来表示 这个东西的所属 是谁的 我们的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的这个单词 Endon des Endon des 它是一个副词 那么口语里头经常会用到 嗯 那比如说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说 你是哪人呢 然后问 De donde eres 之后咱们会学 然后我会说 Soy de China 诶 然后再接着呢 他还会说什么 那么 你肯定会写中文咯 这时候你口语里头 就会用到一个什么 Endon des Endon des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个Somos 我们是 这不说了 So 他的您的 他们的您们的 也给大家讲完了 下这个Alumno 学生 Alumno 学生 那大家肯定会有疑问咯 你是不是见过另外一个学生 我在给大家讲名词 身份如何变化的时候 对吗 Estudiante Estudiante 这个词是以什么结尾的 A结尾的 男学生 女学生 都是他 那有同学说 老师怎么又出现一个学生 Alumno Alumna 那这两个词用法不一样 Estudiante 可以来代表自己的职业 身份 比如说问 你干嘛的呀 然后你说 我是学生 你可以说 所以我是 对不对 Estudiante 也就是说 Estudiante 可以自己说 自己称呼自己 那么Alumno Alumna 自己不能说 你不能说 所以Alumno 或者是 所以Alumna 像Alumno Alumna 可以是用来别人说的 比如说 我是老师 对不对 我来称呼你 我说 这是我的学生 你们可以认识一下 我的学生 可以说 MeAlumno 或者是 MeAlumna 能明白我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 Estudiante 可以自己用 来代表本人的身份 那Alumno 只能别人来说 好 那么 第一段课文里头 出现单词 就给大家讲完了 内容很多 对不对 那我希望有一些 比如说像 前置词 非中读物主形容词 字符动词 这些 不是咱们第一课语法里头 涉及到的东西 大家就先作为了解 这就可以 那我先带着大家读一下 第一段课文里头 出现的单词 大家还打开书 第三页 一直 从como 一直是到alumno 大家可以打开书 como llamarse te llamas Ana hola bueno buena día buenos días Paco yo ser soy y tú me llamo ellos son son mi amigo amiga ella se llama Susana él Tomás ustedes español española cubano cubana chileno chilena engandado engandado engandada de conocer los las mucho gusto es usted profesor profesora si chino a nuestro nuestra entonces somos su alumno alumna bien 大家刚才在读刚才那一遍的时候 是不是发现 已经比第一遍要好很多了 然后接下来 大家趁着打帖 赶紧看一下第一段课文 那大家也可以打开你的书第二页 那么第一段课文它是什么 ¿cómo te llamas? 还记得它啥意思吗? 你叫什么名字 对不对 好 那大家可以先跟我读一遍第一段课文 你也可以看书 也可以看着 嘿吧 Hola buenos días buenos días yo soy Paco ¿y tú cómo te llamas? me llamo Ana ellos son mis amigos ella se llama Susana y él se llama Tomás ¿son ustedes españoles? yo soy española Susana es cubana y Tomás chileno encantado de conocerlos mucho gusto ¿es usted profesor? sí soy profesor de chino ah usted es nuestro profesor de chino entonces somos sus alumnos 刚才 大家 在我读的时候 有注意到 理解一下 这个第一篇课文 这什么意思吗 咱们再出去 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是 阿玛先说的 Hola buenos días 这都没有问题 很简单 嗨 上午好 大家还记得 下午好吗 buenas tardes 晚上好呢 buenas noches 阿玛说的 嗨 上午好 对不对 然后再接着 第二个说话的人 是谁呢 バコ 对吗 他说 buenos días 上午好 我相信 到现在 这个 已经对大家来说 非常非常的简单了 对吗 我是バコ 然后 还记得 他一个字母 自身就是一个单词 按的 对吗 那你呢 你叫什么名字呢 还记得 还记得 我叫吗 他叫您叫 有印象吗 咱们一边看句子 一边别忘了复习 好 然后再接下来 看下边 阿娜说什么 我叫阿娜 对不对 asos son mis amigos asos 才记得 他们 对吗 那什么时候用 asos 要么这个 他们都是男的 要么怎样 有男有女 son mis amigos 是我的朋友们 那大家想想 这个mis 可能对你来说 比较陌生 因为之后的语法 咱们才会续续地讲 非中毒物主形容词 但是在讲简单词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讲的是什么呢 说 非中毒物主形容词 这一类词呢 它也是什么词性 形容词的词性 对不对 修饰名词 要跟名词性数 保持一致 那你想想 他们是我的朋友 那这些朋友 是不是肯定是 负数的amigos 那我的是不是me 那又修饰amigos 它是不是要用 负数的这一组 性上的不可能 做任何变化了 所以它只可能 做数上的变化 那这个me怎么变负数 以原因结尾 直接下ac 所以这就是 mis的来源 没问题 这个mis 先作为了解就好 esos son mis amigos 然后继续 看下边 esha se llama Susana esha se llama Susana 这是什么意思 他叫Susana 对不对 这没问题 i el se llama Thomas 那这个男他呢 叫做什么 Thomas 那也就是说 还回过头来 刚才我提醒大家 我说这个esos 什么时候用 是不是要么都是男的 要么有男有女 那这个句子当中 所处的情况是什么 有男有女的情况 对吗 好 然后再接下来 看一下这一句 巴克又说了 So ustedes Ispanolese 说的是什么 你们都是西班牙人吗 那你看 Ustedes 这是不主语 这个一般一文句的语序是怎样 动词和主语道庄 Espanolese 用的是复数 因为不止一个人 对不对 然后再接着看 Anna说啥 Yo soy Espanolese 我是西班牙人 他用的是音性形式 因为Anna 毋庸置疑 女的 然后Susana Es Gubana Susana是哪人 古巴人 对吗 Thomas Chileno Thomas呢 智利人 大家还要再注意 你看这个 Thomas Chileno 这个句子当中 没有动词 省略了 为什么他可以省略 你刚才读的 没有任何的不是 对不对 说明他可以省略 为什么可以 那你发现没 上句的动词是啥 Es 然后如果你要 这个句子不省略 你要用哪个动词 是不是还是用Sed的 第三运程 单数的变为 Es 因为主语是Thomas 也就是说 如果第二句和第一句 主动词一样的话 那第二句的动词 可以省略 但是别忘了 有一个什么东西 逗号 我再重复一遍 如果说 第二句的动词 和第一句的动词 一样的话 那么第二句的动词 可以省略 省略完了 别忘了加 逗号 这样你会发现 这个句子变得 是不是特别简练 好 然后再接着巴克说 巴克说 Enganado De conocerlos 那这个句子 非常高级的 你作为了解 那么 Enganado 你还记得他的词性吗 是不是过去分词 做形容词啊 那他为什么 不用Enganada 你看这话是谁说的 巴克说的 对不对 所以他只能够用谁 Enganado 如果说 是安娜说的 那你就要用谁了 Enganada 好 那这个De Enganado De conocerlos 其实它是后头 代表了一个什么 形容词的 补语 那这个De的用法 你先不用理解 你把这个句子 记下来就行 因为现在 你还接受不了 那么这个 Conocerlos Conocer 这是不是认识啊 los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宾格代词 之后语法的事 语法部分才会讲 在单词里头 我没有讲 我说到了句子里头 你不用管 你只要知道 它代表的是什么 就可以了 它是一个宾格代词 宾格代词干嘛 是不是替代直接编语的 那你想想 它说 很高兴认识您们 认识的是谁 是不是 Ana Susana YDomas 这三个人 那您 们 它说话比较客气了 只要带您字 都跟第几人称 是不是都跟第三人称 又有男有女 所以用的是los 作为了解 你知道这个los 指的是 Ana Susana 和Domas 这就足够 那这个句子 大家可以记一记 比如说 Enganado De conocerlos 很高兴认识您们 好 然后再比如说 很高兴认识您 前头都不变 你也可以说 Enganado De conocer De 当成日常用语 记住 现在 第一课 你不需要这样 非常细致的 去揪这个语法 理解不了 好 然后再接下来 看Ana 说Mucho gusto 我也很高兴认识您 是不是 或者很高兴认您 那为什么用mucho gusto 单词里头 给大家讲过了 对吗 它是为了避免 重复 因为上句 Bago已经用过了 Enganado 然后接着说 Es usted Professor 您是老师吗 它这个一般一问 觉得语序还是怎样 动词和主意道庄 对不对 那我能不能说 Usted Es Professor 我说这个 相当于英语 当中两个介词 一个是of 一个是from from表示的是 来自哪儿哪儿的 那么of呢 是不是可以表示修士 和什么 所属 那在这儿是不是就是一种修士关系 我想说的中心词是啥 是不是老师 什么老师 中文的老师 而不是西班牙文的老师 好 然后再接着呢 Ana说 啊 所以我表示一种惊讶 然后 Usted Es Nuestro Professor Decino 您是我们的中文老师 大家还记得 Nuestro 非证度物主形容词 对不对 我们的 形容词 修士名词 修士啥 老师 为什么用Professor 因为是八国嘛 八国是男的嘛 那又是阳性单数 所以它依然是Nuestro Decino D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表示的是一种修士关系 En don'tes En don'tes 单词讲 它是不是 Namon Sumon Sus Alumnes 我们是您的学生 我们是您的学生 那这是我们是 Sus Sus 在这儿 是不是就是您 你还记得我在讲 Sus的时候 我说它可以是他的 也可以是您的 可以是他们的 你们的 有同学说 那第三人称单符主题 不会混吗 我说不会有上下文 你看在这儿 上下文是不是出现了 八科 他是老师 那是八科的学生 只能是您 又是直接对话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会混淆的 然后再还有 为什么是Sus 因为你看 这儿有几个学生 是不是有三个 Anna Susana 那这个Alumnus 用的是负数 那你这个Sus 是不是来修是Alumnus 保持兴术一致 Sus Alumnus 没有问题 再有 我还给大家讲了 西班牙语当中两个词 可以来表示学生 一个是Alumno 那么另外一个呢 Estudiante 对不对 那 Estudiante 我说是自己说 来表明自己个人的身份 我是学生 对吗 那Alumno 别人说 其实现在 Anna是来带 Bago说的 对吗 Bago可以说 这几个是我的学生 那Anna 转述了一下 我们是您的学生 明白 如果说Anna 表明自己的身份 说我是个西班牙语学生 那用的是Alumno 是Estudyante 是不是 你用Estudyante 所以Estudyante DeEspanyol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到这 第一段课文 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再带大家 读一遍 来啦 Hola Buenos días Buenos días Yo soy Paco Y tú ¿Cómo te llamas? Me llamo Ana Ellos son mis amigos Ella se llama Susana y él se llama Tomás ¿Son ustedes españoles? Yo soy española Susana es cubana y Tomás chileno Encantado de conocerlos Mucho gusto ¿Es usted profesor? Sí Soy profesor de chino ¿Cómo te llamas? 对吗 如果说那有一堆女的 我说她们是谁 这时候我是用guin还是guinness 是不是guinness son assias 相信大家还有印象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咱们看下头这一段 下头这一个单词 el el这个单词这是什么呢 然后这个词性代表的是啥 artigul 这是不是贯词 然后这是一个定贯词 阳性单数定贯词 我在讲哪的时候提过这个词 是不是男他el要加重音符号 不加重音符号是贯词 那新语当中的贯词 定贯词尤其是 它一共是有几个呢 大家想想 那你看el咱标的那么详细 是不是阳性单数定贯词是el 这修饰的是阳性的单数的词 宁词 比如说这个老师 el professor 那修饰阴性单数你还能用el吗 不行 那你要用的是谁 la 比如说这女老师 你会说 la professora 那要修饰阳性贯词的名字呢 比如说这些老师们 那你用的是谁 los 是不是los professores 那要这些女老师们 那要这些女老师们 你会说啥 las professoras 这就是这几个定贯词 西语当中定贯词有四个 en la los las 上边这两个是修饰阳性单数和负数 下边这两个la las修饰的是阴性单数和负数 那么定贯词怎么用呢 那大家可以先简单这样理解 英语当中是不是也有定贯词 得对吗 那什么时候用 是不是特质 然后或者是通过上下文再次出现 说话人听话人都已知 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特质 这是定贯词最基本的用法 其他用法 之后咱们在语法过程当中 再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 然后再接着看下这个chigo chica 小伙子小姑娘 然后男生女生 是不是就可以用chigo chica 然后再接着下边这个mehigano mehigana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单词的发音 在这这个egis 在语音的时候 语音课上老师肯定给大家讲过 它是不是一个特例 它在这发音跟谁一样 是不是和hoda一样 发这个音 对不对 所以你读的是mehigano mehigana 那除了mehigano mehigana 墨西哥人 这个egis发和 还有哪个词也发和 是不是墨西哥 墨西哥还记得怎么读的吗 mehigo 大写 二国家都大写 mehigo mehigano mehigana 墨西哥人 那么很遗憾 这个词 也不是一词三用哦 因为墨西哥也说什么语 西班牙语 espanol 那所以mehigano mehigana 当什么讲 墨西哥人 或者是形容词 墨西哥的 好 下边这个单词 chino china 然后已经之前给大家讲过了 不再重复 中国人 中国的 中文呢 chino 然后再接着看下 las 刚才给大家讲过了 音信 复数定观词 下边这个是dos 从词性来看呢 它是一个什么词 数词 对不对 二 两个 那像这个数词呢 大家知道跟英语里头也是一样的 其实中文也是这样 这是不可以做形容词 修士名词 来表示名词的一种数量 比如说两辆摩托车 你会怎么说 两辆摩托车 dos modus 对吗 那它除了可以做形容词 还可以做什么词 代词 比如说 Santiago 你有几个小孩啊 俩 那是不是它回答 直接可以说啥 dos 是不是就行了 没有问题 好 然后再接下来看下边这个单词 estudiante 给大家说完了 对不对 那男学生女学生都是estudiante 还有另外一个学生是什么 alumno alumno 是不是别人说这是我的学生 estudiante 可以表明自己身份 我是学生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的这个eris 你是 不再重复 之前已经讲过 然后再接着 esos 那些 又是一个形容词 像这一类形容词 大家还是那样 先作为了解啊 之后语法咱们会具体讲解 那大家先了解 它的意思就行 它叫做指示形容词 又是形容词 修饰名字 又没有性数变化 有 对不对 那它又是啥 指示 所谓指示 那就意味着什么 这与什么相关 是不是与方向相关 那就相当英语里头 这些this that 这个的 那个的 那像比如说西语当中 这个的 这是estudiante estudiante是用来干嘛 修饰阳性单数名词 因为它是形容词嘛 要与所修饰的这个名词 保持性数一致 那这个名词可以是阳性单数 也可以是什么 一性单数 很好记 一性单数是esta 也是这个的 那再比如说 这些的 阳性负数 estos 那要是修饰一性负数呢 estas 然后再接下来 这是这个的 这是最近的 那那个的呢 ese 这是修饰阳性单数 对不对 你发现从este 到ese 非常好记 你去掉一个 去掉一个de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修饰阴性单数呢 esa 那个的 那 那些的 esos 大家这节课 先跟我记这两组就行 este esta estos estas ese esa esos esas 分别是这个的 和那个的 比如说 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 你可以说 este nino nino 是不是阳性的单数呢 如果我要说 这个小女孩 你会怎么说 esta nina 是不是欧边 我要说 那些小女孩们 那些我就得找谁 esos 所以我会说 esos niñas 先了解到这一步 这节课就足够了 好 然后再接下来 看下的这个 hoven 年轻人 男年轻人 女年轻人 也就是所谓的 男青年 女青年 都是啥 hoven 然后这个 需要大家格外注意 然后大家不要 按照咱们讲的 一般规律 那个以福音结尾的 男辩女 要最后加 这个不是 大家要特殊记忆 男青年 女青年 都是hoven 那大家要注意一点 问大家 年轻人们 hoven怎么编复术 大家看 柳腾说 老师很简单 这是不是以 负音结尾的 我最后加上一个 aac 是不是就可以了 aac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变完复数以后 中音跑哪去了 你看这个单数 中音在哪 hoven 你nac结尾的单词 中音在哪 倒数第二音节 是不是在ho这点 那你看现在呢 hoveness 是不是nac结尾中音在哪 是不是ve这点 大家想一想 名词变完复数以后 你是不是还是要让人家听出来 这是哪个名词 那如果说你念的是hoveness 我还听得出来 它单数是hoven吗 我肯定以为它是啥 hoven 是不是 那所以名词变复数 要跟单数 中音符号 中音位置 保持一致 那在这儿呢 中音是不是一位了 已经跑了 那我需要干嘛 加上一个中音符号 加哪 加在ho这点hoveness 像这一点 你先作为了解 下节课语法 还会再讲 我再重复一遍 名词变完复数以后 要与单数值 中音位置 保持相同 如果中音一位 要适当 添加中音符号 那在初级这个阶段 出现频率比较高的 就是hoven的一个词 hoveness 那代表说 这些年轻人 你会说啥 los hoveness los hoveness 没有问题 好 然后看下这个单词 asios 男他们 女他们 主语人 正在死 这不再重复 ess 刚才是不是也讲过了 那个的 修饰 稍微远一点的 阳性单数和阴性单数 然后再接着manolo 就是一个男生名 这不再重复 那下边这个呢 no 不 不是 这也不说了 咱们在讲否定句的时候 和否定回答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好 下边这个 巴拿美尼 巴拿美尼 巴拿马人 那像巴拿马人 也说什么语呢 同学们 是不是通过第一课 你会发现 全球说西语的国家 足够之多 那你看 巴拿马也说西班牙语 巴拿马用西班牙语 怎么说呢 巴拿马 要有一个重音符号 那像这个 巴拿美尼 巴拿美尼 这个词也很遗憾 一词两用 刚才我说了 不能表示语言了 对不对 它的语言是 Espanol 那巴拿美尼 巴拿美尼 巴拿马人 或者是形容词 巴拿马 对吧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 这个Elena 女声名 我们相信有的同学 对这个名字 非常的熟悉 对不对 大家看过 吸血鬼日记没 吸血鬼日记里头 那个非常漂亮的 女主角 是不是就叫Elena 现在在美国起一个西班牙语名字 可是很流行的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 这个Novia 是不是给大家讲完了 情侣 情侣 男朋友 女朋友 好 下边这个Gayba Gayba 这啥 不是 哪里 这是 咱们中文里头表达谦虚的一种说法 千万不要这样 中文 中国的文化和西班牙的文化是不同的 比如说 你看中国人 我要夸你 我说 学生 这位同学 你的西班牙语说的真好 你肯定会说 老师不行不行 哪哪啊 是吧 那你能说Gayba吗 不行 你要用西班牙人的思维来考虑 我要说你西语说的真好 那你要说什么 Gracias 或者是什么 Muchas gracias 你要表达这种感谢 给个杆 咱就得爬 那你Gayba 你什么时候用 打表达说 你作业写完了吗 哪让还差口纤呢 这时候你要说Gayba 来表示一种否定 那再比如说 你快到了吗 哪儿啊 早上呢 这时候你就会说啥 Gayba 那再比如说 你俩是一对吧 看着挺般配啊 那这时候你也可以说哪儿啊 来表示是一种否定的含义 哪儿啊 Gayba 好 最后一个单词 Solo Solo 它是一个副词 只是仅仅的意思啊 这个词就相当于英语当中 Only那个词 比如说我们俩仅仅是普通朋友 我们不是男女朋友 那你可以怎么说 Solo 副词 对不对 然后我们是 是哪个动词 Somos 朋友 Amigos 有个同学呢 肯定会在纠结这个Solo 这个单词的位置 那你可以说Solo Somos Amigos 你可以说Somos Amigos Solo 像陈述句和一般语问句 在西班牙语当中 千万不要纠结他们的语句 好 就这个Solo 没有问题 那到这儿 第二段课文里头出现单词就讲完了 我再带着大家读一遍 从Gin开始啊 打开书 看一下第四页啊 Gin Ginness L Chico Chica Mexicano Mexicana Chino China Las Dos Estudiante Eres Esos Esas Jovn Ellos Ellas Ese Esa Manolo No Panameño Panameña Ellena Novio Novia Que va Solo 没有问题 好 这是第二段课文出现单词 好 同学们讲完第二段课文出现的单词呢 咱们赶紧趁热打铁看一下第二段课文 大家看一眼 第二段课文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Gin es el chico 这什么意思 这个男孩是谁 对不对 大家可以打开你的课文 第三页 也可以看着电脑 我来先带大家读一遍第二段课文 Ajá Quién es el chico Ana y Limelán son amigas Ana es mexicana y Limelán es china Las dos son estudiantes Milán, ¿eres amiga de esos jóvenes? Sí, soy amiga de ellos Quién es ese chico Se llama Manolo Sí, él se llama Manolo Es cubano No, no es cubano Es panameño No se llama Elena, esa chica No, no se llama Elena Esa es Susana Son novios Quién es? Elena y Manolo Qué va? Solo son amigos 好,大家在刚才读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注意理解一下第二段课文 这是什么意思 好,咱们接下来一句一句 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第二段课文 那首先一个 他先做了一个介绍 对不对 Ana y Limelán son amigas 对啥 Ana和 Limelán 他们两个是朋友 而且大家通过这个amigas 你是不是就能够看出来 Limelán她是男的女的 是不是肯定是女的 那也就是说 这就是咱们名词 分阴阳性的一个好处所在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东西烦 好,咱们继续看一眼第二句 Ana is mexicana Ana是哪人 墨西哥人 对不对 然后像 mexicana 首先一个要提醒大家注意 再一次强调了 X在这发的是一个什么音 是不是发的是 它是一个特例 跟字母hoda发音 在这是一样的 是不是 还有印象 好,然后再还有 墨西哥人 他在这直接用的是 这个名词 还记得之前咱们语法部分给大家讲过 表示国籍的 在西班牙语当中 要不要大写 不用,对不对 除掉国籍 还有什么星期一 月份 这些是不是同样也不需要大写 好,然后再有 我想问大家一句 像这个Ana is mexicana 我能不能换另外一句 把这同样的意思表达出来 换一种方式 好,那他还想 是不是可以利用墨西哥这个国家 那我能直接加成一个mexico吗 Ana is mexicano 这是不是就不对了 像mexico 这是墨西哥这个国家 国名是不是专属名词 大写 如果要直接这么说 Ana is mexicano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Ana是墨西哥 是不是等于你是偷换概念了 Ana不可能代表墨西哥 对不对 那所以说 那我前头要加哪个借词 咱们在单词部分 已经给大家讲了 是不是你可以加成一个借词 De De你还记得 它是不是一个相当于英语当中 那个of 表示所属和修士 然后再有一个 是不是相当于英语当中的from 来自哪哪哪的 那么 Ana is mexicano 是不是可以跟 Ana is mexicana 来替换 没有问题 如果说你能很快地反应上来 那说明这些词 你就都记住了 好 然后再接着下一句 Ili Milan is China 李美兰是哪人 中国人 对不对 那大家要注意 那这个China 这是大写还是小写 通过这个大小写 你是不是就能分辨出来 它在这指的还是什么 中国人 而不是中国 中国这个国家的专属名词 你是不是还是首字母要大写 那同样的道理 就跟Ana is mexicana 那一句一样 那Ana is china 我让大家换另外一句来替换 是不是你要加上一个 Js de Li Milan is de China 也是可以的 没有任何问题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接着看后头这句 Las dos son ne estudiantes 这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这两个人都是学生 Las dos son Astudiante 首先一个这个Las 咱们在单词里头提过一句 这是一个什么 定观词 对不对 阴性的定观词 而且同时它是什么数 负数 这两个 这个dos 是一个数字 然后在单词里头 是这么给大家讲 那你还有印象吗 数字 它是不是可以做什么词 可以做形容词 修饰名词 比如说两个朋友 你可以怎么说 dos amigos 对不对 那这个dos 还可以做什么词 代词 那在这儿 这个dos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代词 指的是这俩姑娘 对不对 Son estudiantes 表示的是一种什么 职业 他们两个是学生 没有问题 好 继续 然后下篇就开始对话了 Ana先说 对不对 Milan eres amiga 这什么意思 eres还有印象吗 是不是ser 在你上的变味 对吗 你是amiga 朋友 de esos hovenes 首先 这句当中 第一个问题 那这个de 在这儿当什么讲 是不是就是什么 相当英语当中 那个of 来表示的是一种什么 所属关系 对不对 指的是 内心年轻人的朋友 指的是什么 谁谁的 然后再还有 esos 他们单词里头 已经讲过了 那些的 它是一个指示形容词 然后再有 hovenes 这是哪个词 hovene hoven 大家一定要注意 hoven这个词 怎样 变幅数 那这是不是 以辅音结尾的 以辅音结尾的 名词变幅数 要怎么着 加aac 对不对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 名词变完复数以后 重音位置能意味吗 能够改变吗 不行 一定得注意 然后你看 单数的时候 hoven 重音在哪 以NASA结尾的 重音在倒数 第二个音节 对不对 应该在hove这点 然后再还有 如果说你直接 变完复数以后 大家看上面这词 hovenes 你如果不加 任何重音符号 你看一眼 这是不是 asA结尾 重音应该在哪 诶 那如果我要念成hovenes 那你想想 我还能听出来 这个单词是谁吗 我肯定以为 这个单数 它应该是啥 hoven 那咱们没有 hoven这个词 所以这样就是不对的 大家一定要再次注意 名词变完复数以后 重音不能一味 原来在哪 还在哪 那现在重音跑了 有同学说 那怎么办呢 加重音符号 重音符号 是不是来告诉你 这个单词 重音在哪里 所以hovenes 在O上 加成一个重音符号 千万不要忘记 这一点 在第二课 咱们还会继续再谈 好 然后再接着 看下一句 李 李指的是谁 李美兰 对不对 谁 soy amiga 是啊 我是他们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amiga 这没有问题 我是朋友 de ellos 你看人家 阿娜问的时候 用的是啥 essos hovenes 那些年轻人 那如果说 我回答 我是不是完全可以说 这两种表达 这两种表达 肯定大家都知道 这都不错 对不对 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这两种表达 那个好 肯定是上边这个会更好一些 为什么会这样呢 西语当中 它会有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指示啥 就是避免重复和啰嗦 就跟咱们在第一段课文 出现单词里头 有到一个 engandado engandada 还记得 跟他同意的这个词是谁 mucho gusto 然后在那儿呢 我就提醒大家 我说如果我用了engandada 如果你要说很高兴认识你 你最好要用哪一个 mucho gusto 对不对 因为要避免重复和啰嗦 要避免重复和啰嗦 并不是说engandada 再说一遍不好 而是有同样意思的词 来替代它 在这儿也是一样 上文已经出现了什么 essos hovenes 下文我就为了避免 重复和啰嗦 是不是指的是他们 我用了一个啥 ajos 他们 没有问题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一句 ana ginese se chico se chama mamano lo ginese se chico 那个小孩是谁呀 那个男孩是谁呀 se chama mamano lo 他叫马诺罗吗 是不是 s是不是也是一个指示形容词 那个的修饰的是阳性单数名词 正好 chico 阳性单数名词 se chama mamano lo 他叫马诺罗吗 大家还记得谁家吗 是他叫 对不对 那我问大家一句 那如果我要给这个句子 加上一个主语的话 那我要加谁 这个他指的是不是男他 男他西语当中的代词是谁 是不是 l 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l我可以加在哪 大家还记得一般疑问句的语序吗 一般疑问句的语序 是不是可以陈数句的语序 加声调 你陈数句完全可以什么 主语 动词然后再加其他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放在se llama的前边 这是第一种 那么再还有 咱们也可以按照英语的语序 那英语的语序是怎样的 大家有印象吗 是不是动词和主语 倒装 那同样我还可以加在哪 之前再给大家讲 me llama 我叫 你叫是什么来着 de llamas 他叫您叫是 se llama 之前给大家讲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过 你要把这两个单词 来看成一个完整的动词 对不对 那整个两个单词是一个动词的话 那动词和主语倒装 那这个l 咱还回到这个句子 你加在哪 是不是放在se llama的后头 我也可以加在这 没有问题 你完全也可以怎么说 se llama el manolo 没有问题 嗯 好 然后再接下来看 看李是怎么回答 说se el se llama manolo 是啊 他叫做马诺罗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接着 ana说es cubano 他是古巴人吗 没有问题 那他又是用的国籍 对不对 同样我是不是也可以用de 然后再加国家 那应该怎么说 还叫古巴吗 是不是你可以说 es de cuba es de cuba 是不是一样的 好 然后再接下来 看下头一句 李说 no no es cubano es panameño 不 他不是哪人 古巴人 es panameño panameño 这是哪人 是不是 巴拿马人 也同样的道理 你可以加de 然后再加上一个啥 巴拿马 没问题 好 然后再接下来 看下头一篇 ana说 no no se llama Elena esa chika no se llama Elena 那你看 那你看esa chika在这个句当中做什么成分 主语 有同学说 老师您之前不跟我们这么讲的吗 说一般疑问句的语序你可以陈述句 然后加声调 然后也可以怎样 动词和主语道章 我说这两种都没问题 其实这样 在西语当中 陈述句和一般疑问句当中 语序相对来说 是可以做一些更改的 我在前头行 我在后头呢 也行 动词和主语道章也可以 那打表说 那这个句子我换成这样 esa chika no se llama Elena 放在这 no前边 那是不是就是用了一个陈述句的语序 加声调 没有问题 那我能不能放在哪啊 这儿行不行 no se llama esa chika Elena 这是不是就是动词和主语道章了 也是可以的 在你初学阶段 千万不要纠结 尤其是陈述句和一般疑问句的位置 等你学的多了 有了语感你就知道 我放在前头意味着什么 放在后头又意味着什么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一句 看李美兰说的是啥 no no se llama Elena 不 她不叫Elena esha es Susana 她叫什么 她是什么 Susana 那首先一个要强调大家注意这句当中 你看她回答深重 大家要注意新语当中 对于否定句的回答 那这个语序 或者是这个思维和中文 它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说它是不一样的呢 比如说咱们中文说 那姑娘她不叫Elena吗 然后你会说啥 啊不叫 对不对 你这个啊 然后有同学就会理解成 谁 no se llama Elena 这对吗 不对啊 然后你那个啊指的是什么 对于那个人的一种认同 是不是不叫 所以你要注意这一点 西班牙语和中文不同 如果对一个否定句的提问 做出回答的话 要按照什么回答 事实回答 一定要注意这两个字啊 一定要对 按照事实回答 如果说她不叫Elena吗 你说啊叫Elena 那你回答用的就是谁 谁 se llama Elena 对不对 如果说啊不叫Elena 那叫什么 不叫 对不对 no no se llama Elena 那再比如说给大家拿中文举个例子 你可能会更加好理解 那比如说问 Deresa难道没有男朋友吗 然后你说啊没有 那她是有还是没有 是不是没有啊 那你这个没有 那你回答是si or no 是不是应该是no 按照事实回答 能明白吗的意思 如果你要是si的话 那人家Deresa就有男朋友 谁给她接二对象 对不对 好 这是这一句 然后再接着要注意第二句 Esa is Susana 她是Susana 没有问题 是 好 然后再接着看下边一句 Ana说 sonovios sonovios 这啥意思啊 是男女朋友吗 她们是情侣吗 对不对 novios 那你看哈 一定要注意 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novios 会让我浮相连篇 男朋友们 其实不是啊 一个说的是不是姑娘 再有另外一个说的是什么 是不是小伙 只要有男的就有男的 那个指的是情侣男女朋友 然后再接着 李美兰又说 Guinness 谁啊 然后在这这个Guinness 是不是复数啊 她是对谁提问 是不是她所说的男女朋友的 这俩人来提问 是不是俩人我得用复数 而且一定要注意 我都提醒大家好多遍啊 是不是特殊一问词 一定要有中英符号 而且像Gin这个特殊一问词 它还可以有复数 对复数提问 用Ginness 好 Elena和Manolo吗 Gua Gua 这啥意思 哪啊 咱们单词里头已经讲过了 是不是 然后呢 说Solo son amigos 他们仅仅是什么 普通朋友 嗯 仅仅是普通朋友 然后像这个Solo 这是一个什么词 副词 然后在单词给大家讲 说Solo这个词 相当于英语里头 哪个词 only 是不是仅仅只是啊 仅仅只是什么朋友 普通朋友而已 还是挺八卦的 好 那到这儿呢 第二段课文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再接下来呢 我再带着大家读一遍第二段课文 好 大家打开书 第三页 我再接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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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a mają empresa ch decisığ no LY data mahlere esa seres sana son ofios quienes ela de mano lo ke ba solo son amigos Even more money given us which data is ainka but muchas gracias por ese atención especially earned